第2261章梨花夫人 与此同时 在那千万里之外的龙家之中 简直是鸡飞狗跳 一片混乱 到底是谁将我人打成这副模样的 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尖叫着 下人们静若寒蝉 连头都不敢抬 因为说话的正是龙瞻的母亲 龙家家主第13房的机械 梨花夫人 这女子依仗着龙家家主龙玉树对她的宠爱 平日里可谓是飞扬跋扈 尤其不拿下人们当人看 稍有不慎便会被其处以即行 因此 这梨花夫人也被下人们私下里称作活颜王 见如今她的独子被人打了个满脸花 家族灵依正在里面抢救 具体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可想而知这位嚣张惯了的梨花夫人 该有多么暴怒 因此人们都是尽可能地远离着她 生怕再成为了出气筒 梨花夫人犹如一只暴怒的母狮子一样来回剁着布 脸色也越来越阴沉 见如今龙家家主龙玉树以及众多高层长老全都不在 家族之中可谓她一手遮天 今天她本来正欣赏几件掠夺来的宝物 却没想到出了这档子事 见如今她的心中只有满满的暴虐杀气 终于房门被推开 龙家的御用灵依满头大寒地走了出来 梨花夫人立即上前 沾人怎么样 林依摇了摇头 梨花夫人当即便愣在了原地 夫人 请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现如今龙少却依然处在昏迷之中 梨花夫人浑身站抖起来 眼见就要抱走 这位林依赶忙说道 夫人切勿着急 好消息还是有的 梨花夫人眼前一亮 说因为龙少沾染的火毒并不算多 所以性命至少是无忧的 只是只是什么 只是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无法将这火毒彻底拔除 并且这火毒极为霸道 不光侵蚀了龙少的脸庞 连神魂也被伤到了 所以 林依颇为为难地说道 所以沾人有可能再也恢复不了以往的容貌了 是吗 这位梨花夫人突然冷静下来 这林依点了点头 是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梨花夫人冷声道 这名林依暗暗松了一口气 赶忙深失一礼 然后便落荒而逃了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位一贯以暴虐酷吏而著称的梨花夫人会做出什么来 尤其还是在她的独子被人所重伤的情况下 而在这林依走了之后 这梨花夫人抢步走进了房间之中 屋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林药香气 龙毡静静地躺在床上 脸上涂着厚厚的药膏 显然依然在昏迷之中 梨花夫人站在床前静静地看着 那黑色的林药显然是以极为珍惜的水系林药制作而成 在涂到龙毡的脸上后 一直在吞吐着寒气 可即便如此 依然能看到下面盈盈有许多红点正在闪烁 那便是残留下的火毒了 靠着林药的镇压 这火毒算是没有继续再往里深入 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可难道从此以后 詹儿就要靠着这林药面具来过火麻 还有 这天外天之中到底是什么灵火会如此的霸道 这些疑问在梨花夫人的脑海中盘旋 令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道 詹人你放心 不管是谁对你下的毒手 为娘都会替你报仇血恨 说吧 他转身走出房间 直接找到了梁碧康等人 此时的梁碧康等人哪里还有半点之前的威风 缺失了一条手臂之后 他们的实力大跌 而且因为神魂受损的缘故 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再有精进了 如此残酷的现实令他们垂头丧气 萎靡不振 直到梨花夫人找了过来 他们才稍稍镇定心神 躬身失礼 夫人 梨花夫人压根就没看梁碧康等人的伤势 只是咬牙道 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从头讲来 是 梁碧康等人不敢隐瞒 便将龙毡如何找他们去给自己出气 又是如何被薛安给击败的全都讲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这梨花夫人的眼眉都立起来了 然后用无限愿毒的语气说道 月清欢 居然是你这个小婊子害的瞻人 我今天必须要让你 让你们整个月家给我一个说法 说着 他转身就走 梁碧康等人互相对视一眼 全都看到了彼此脸上的光亮 这梨花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护独子 这次龙毡被重伤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若是真找到月家陶葛说法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没准连自己的仇都能给报了呢 一念至此 梁碧康等人立即跟了上去 而也就是在梨花夫人气势汹汹的要赶往月家之时 那位在月家之中被二姑娘给轰出来的龙朝明恰好感到 十三夫人 您这是干什么去 龙朝明有些奇怪的问道 是朝明啊 你来得正好 现在便跟我去一趟月家 去月家干什么 龙朝明一脸的莫名其妙 自己不是刚从月家出来麻 怎么又回去 报仇 梨花夫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龙朝明不明所以 直到梁帝康义解释方才明白怎么回事 然后不由得大喜过望 这梨花夫人向来的宠 实力虽然不怎样 但身上有着家主龙玉树亲自赐下的法宝 可谓难缠至极 而且这次龙家可是站着礼的 这要上门一闹 没准能有意外收获呢 抱着这个想法 龙朝明立即说道 这月家当真欺人太甚 居然敢伤到我龙家子弟 十三夫人 我们这就前去讨要个说法 走 这一行人气是汹汹的便往月家 分脉杀了过来 与此同时 在这月家的花厅之中 薛安也终于从金鳄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垂下眼眸 好了 我明白了 月时方笑了笑 其实你不必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这件事错纵复杂 远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要问你 但讲无法 李真的活了万年之久 月时方显然没想到薛安会问起这个 不禁微微一愣 玄机清笑道 你觉得呢 薛安摇了摇头 我觉得不像 因为你妹妹月清欢才多大年纪 你如果真是活了万年之久的老妖怪 她怎么才那么大 除非不是亲妹妹 第2262张兵节转生 魏梅当然是如假包换的心 至于你说的问题 月时方抬头看向远处的花草 淡淡道 你知道冰节转生吗 薛安瞬间明白过来 然后难以置信地看着月时方 你 月时方点了点头 惨然一笑 没想到吧 促识此的冰节转生 依然没能逃过这重伤的跟随 由此你也可以知道当初对付我的人有多厉害了吧 说到这月时方忽然觉得有些说多了 因此便转过头去看轮椅旁的花草 尽管如此 敏锐如薛安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端倪 促识次兵节转生 就以月时方献如今的实力来看 虽然身负重伤但最少也能活百年之久 这样一来 她当初受伤的时间段也就很清晰了 应该就是在万年之前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初打伤她的人的身份就很值得推敲了 不过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这个人一定跟华族之节有关 并且强大到了恐怖的地步 否则也不会迫使月时方冰节转生促十次之多 却依然没能摆脱这如复古之躯般的伤势 这些念头在薛安的脑海中一一闪过 最终她缓缓身吸一口气 那现在距离你下一次的冰节转生还有多久 三年 最多三年我就要种入冰节 再次转生 说到这 月时方的眼中现出一抹浓浓的疲惫之色 换成是谁 在经历了促十次冰节之后 都会生无可恋 因为这冰节转世并非简单的散去修为 换个身体那么简单 既然有转生二次就说明你要经历一次完整的生育过程 当然如月时方这般修为自然不需要真的投入母胎之中 一般就已经金玉石或者天才地宝替代了 但不管换成什么孕育过程中的痛苦可是丝毫无法避免的 这还是其次 关键是每经历一次冰节 你都会蒙受一次格音之谜 这个格音之谜非大智慧大勇猛之人不得破开 这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同时每一次冰节都会对人的神魂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一般修士甚至连一次冰节都闯不过来 可这月时方却足足冰节了促十次之多 这不光证明他的神魂极为强大 实力更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最主要的是 这等勇气简直令人叹服 缺安看着低着头 背影单薄销至极的月时方 忽然开口道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试着帮你一下 帮我 怎么帮 三年之内 我一定可以找到救治你身上伤势的方法 令你免遭兵解之苦 甚至重新站起来 缺安极为认真的说道 说实话 月时方在刚刚听到 薛安所说的话的时候是很想笑的 因为现在的薛安 连半部圣人都不是 却口口声声要治好自己身上的伤 这怎么听怎么像是个笑话 可当他看到薛安那无比认真的神情后 却笑不出来了 非但笑不出来 他在沉默片刻之后还十分严肃地说道 谢谢 不用谢 我这也是在报答你当初收敛华族战士失海的恩情 要知道我可是华族人 华族人向来是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的 略实方笑了 你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人 你也是 二人同时大笑起来 笑声中 天光逐渐暗淡 星辰开始浮现 岳家所在的这颗主星位于整个分外的正中 因此可以看到无数璀璨的星辰 而在天际 那条贯穿南北的巨大星柱更是照亮了半边天 与此同时 岳家上空跳起了无数盏红灯 将整个岳家宅院点缀的意义生辉 花厅门口传来一名仆役的声音 家主 晚宴已经准备好了 知道了 仆役退下 而后月时方便冲薛安说道 去吧 这是为你和欢仁特意准备的欢迎晚宴 薛安并没有问月时方去不去 因为显而易见 现在的他似乎根本无法离开这座花厅 他只是点了点头 好 然后转身便要离开 等一下 薛安停住脚步 回头问道 怎么了 月时方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坐在花丛之中笑容灿烂 没什么 祝你晚宴玩得愉快 不知怎的 薛安总觉得月时方的笑容之中包含着深深的促暇之意 这种感觉一直到他离开花厅的时候都还萦绕在心头 正当他一边思量一边拐进一条油廊的时候 在拐角的阴影处 一个身影突然蹦了出来 嗨 薛安停住脚步 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个人 嘿嘿 有没有吓一跳啊 月清欢笑着问道 薛安提笑皆非 你觉得呢 月清欢一脸扫兴地说道 你难道就不能装装样子 敷衍我一下吗 薛安有些压抑于月清欢的这句话 但他很快便将这丝表情掩盖住 然后耸了耸肩 不好意思 没有那个习惯 且 这要是换成你老婆 你肯定就不会这么说了吧 话一出口 月清欢也惊绝失言 赶紧转身往外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叨叨 快点吧 宴会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等我们两个了 薛安有些意味深长地看着月清欢的背影 然后才跟了上去 你难道就不好奇 我跟你哥哥都谈了些什么吗 薛安笑着问道 这句话终于将月清欢 从刚刚的尴尬之中解脱出来 只见他笑了笑 有什么可好奇的 无非就是当年那些失败 哎对了 我哥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薛安瞥了他一眼 你都知道 废话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 更何况回来后 二姐姐已经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月清欢自顾自的说道 那你就没点敢想 要什么敢想 伤心还是难过 月清欢自嘲一笑 以前我经常那样 可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既然不管多么伤心难过都改变不了现实 那又何必折磨自己呢 更何况哥哥只是冰结转身而已 又不是真的要离开我 对此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第2263张立威的机会 后院花厅 听着身后传来的细微脚步声 月时方没有回头 只是轻叹一声 果然还是瞒不住你 脚步声停在了月时方身后 然后二姑娘便伸出手来轻轻搭在了轮椅的扶手上 转身往亭子走去 生气啦 二姑娘依旧一言不发 我并非故意要瞒着你的 只是月时方忽然住口 因为她察觉到了来自肩膀上的点点凉意 这不经令她又叹了口气 待推进亭子之后 二姑娘缓缓蹲下身 然后便将脑袋搁在了月时方的膝盖上 无声地流起眼泪 只见大颗大颗如钻石般晶莹的泪珠子 她的眼角进出 滴腊在了月时方的腿上 眨眼尖便打湿了一大片 月时方浑身微微一颤 然后便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二姑娘的头发 柔声道 我没事的 真的 事实上我都已经习惯了 可她月时这么说 二姑娘肩头抖动的便月时厉害 所以很快月时方便乖乖闭上了嘴巴 只是轻轻抚摸着二姑娘的头发 两久之后 二姑娘抬起头来 轻轻取下了面筋 露出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庞 只不过这时候这张堪称惊艳的脸上 已经沾满了泪水 还有多久 月时方沉默片刻 缓缓言道 三年 这么快吗 嗯 这次的伤势爆发的比前几次都要迅猛 二姑娘的眼中现出浓浓的哀伤之色 不知怎的 这种柔情似水的目光给月时方的压力 甚至要胜过当初大战时遇到过的最强大的敌人 月时方赶忙转移话题 晚宴那边准备好了吗 嗯 说到这 二姑娘不禁有些疑惑地说道 你确定那个少年能应付得了今晚的局面 月时方笑了笑 在今天见到他之前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 但见过一面之后我忽然觉得这对于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问题 这么有信心吗 当然 月时方不由想起薛安一脸认真的对自己说给他三年时间来为自己智商的画面来 嘴角的笑意更浓 我一直难以理解 你为何要留着那几个跳梁小丑 任由他们在月家之中心风作浪 其实只要你发话 我立即就可以将他们给灭掉 二姑娘有些不解地说道 月时方笑着言道 我知道你收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但我总得给欢二和这个少年一个机会 机会 什么机会 一个立威的机会 月时方淡淡道 聪明如二姑娘 立即便明白了什么意思 然后便用古怪的眼神看着月时方 你这是想将欢人嫁给这个少年吗 月时方倾笑摇头 之前确实这么想过 但现在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 为什么 我看欢人对这个少年很有意思啊 那也不行 因为第一眼见到这个家伙 我就看出她的是海之中藏着一件福宝 福宝上虽然封印重重 可我依然能窥探出一丝气息 什么气息 来自她血缘的气息 而且还是两个 二姑娘不说话了 如果有来自那名少年血缘的气息的话 那就说明她已经有后代血液了 这样一来 还真是有些棘手了呢 月时方接着道 虽然不可能将欢人许配给她 但这个少年确实很有趣 也很有能力 所以 所以你想让她帮欢人 尤其是在你兵杰转生的这段时间里 对吗 对 二姑娘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可思议之色 可是这真的可能吗 她充其量不过是个先尊级的高手而已 如何镇守得了堂堂岳家分脉 有些事 总得试试才知道 比如今晚的晚宴就是对她的一个考验 如果能够解决 就说明她确实有这个能力 而只要她有这个能力 那么我就可以用这三年的时间将她打造成为岳家的一件利器 从而辅佐欢人 在兵家十二分脉之中站稳脚跟 在说到这番话时 岳石方的眼中浮过了一抹冷锐至极的煞气 二姑娘有些迷醉地看着这一幕 但很快她便将目光挪移开来 轻声道 我明白了 只要她有这个能力 到时候我自会帮她 岳石方温柔地看着她 突然伸手捏了捏二姑娘的脸颊 谢谢 二姑娘的脸疼一下就红了 垂下头来 细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 轻声道 不用谢 不 这声谢谢你当得起 因为你本不必这么累的 都是因为我才突累了你 二姑娘豁然抬头 不用说了 一切都是我愿意的 只要你在 那我就会一直守着你 岳石方愣住了 看着这个坚定的姑娘 突然有些漠然无语 与此同时 连外有暖风吹过 摇晃着狼眼下的红灯 带来阵阵花草香气 二姑娘的双眸就好似装进了 漫天星辰一般璀璨 直直地看着岳石方 空气中都开始 弥漫起一股叫做爱情的味道 可就在这时 一个胖硕的身影 突然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哎呦 可摔死猫大爷我了 正是那只梨花猫 它的突然出现 立即将花厅之中的 浪漫气氛一扫而空 二姑娘对它 简直是怒目而视 吓得这只梨花猫连连后退 同时陪笑道 你 你们继续 我只是恰巧从这里路过而已 我什么都没看到 说着 他转身便想要落荒而逃 可已经晚了 岳石方轻笑一声 轻轻一伸手 手指直接穿越虚空 来至了他的身后 然后抓住了他后脖颈处的毛发 将其抓了回来 跑那么快干什么 躲在虚空之中偷听了这么久 这就想跑麻 这下二姑娘眼神中的杀意不由更胜 离花猫下的浑身的毛发都直立起来了 心中漫漫叫苦 这下完了 惹上这位姑奶奶 以后可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了 与此同时的薛安和月清欢 也终于来至了宴会厅之前 见到月清欢和薛安到来 门口的下人们赶紧闪开了一条道路 见过三小姐 见过三小姐 第2264张宴会开始前的风波 月清欢微微点头 人们来了麻 回三小姐 还没有 好了 我知道了 说着 月清欢迈步便要往里走去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娇笑 呦 这不是清欢姐姐麻 清欢姐姐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这声音乍一听很亲切 但细细一听却十分的阴阳怪气 至少月清欢整个人便是一将 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无踪 转身看向了声音来处 但见几架飞碾落地 然后从上面走下来一行人 为首的乃是一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 这女子声的不可谓不娇艳 但就是一举一动都给人一种绞柔造作 搔手弄姿的感觉 在见到这名女子之后 月清欢冷笑一声 我当是谁 原来是情话表妹啊 还真是好久不见了呢 没错 来者正是月清欢的表妹 同为月家子弟的月情话 只不过这姐妹二人可是向来不和 自晓着为月情话便对月清欢百般嫉妒 因为从小到大 只要是月清欢出现的地方 所有人议论的焦点一定是她 而月情话则每次都被当成背景板 被彻底的无视 这种待遇自然令月情话无法接受 再加上她的父亲 也就是现如今月家年资辈分最大的那位月宏远 跟月十方兄妹一直在明争暗斗 所以这月情话早已将自己的表姐月清欢是为了平生第一号大敌 此次听闻她自外面归来 并且还要举办什么欢迎晚宴 自认为自己这些时日颇有静静的她当然要来凑凑热闹 这些小心思 月清欢自然心知肚明 因此对她更是毫不假以辞色 直接予以还及 月情话心中有些不满 不过很快她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站在一旁的薛安身上 薛安身上那股弹雅俊逸的气质令她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之一愣 可接下来当她注意到薛安只有先尊级的实力后 眼中立即浮现出浓浓的鄙视之色 然后故作夸张的一无嘴巴 哎呦 这难道就是表姐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男人麻 嘖嘖 长得倒是不错 可惜是个绣花枕头 只有先尊级的实力呢 月清欢面色一尘 心中大为恼怒 不管怎样 薛安都是她带回来的朋友 这个月情话不说尊敬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当面奉刺 这不是故意给她难看麻 因此她便要发作 论起天赋跟实力来 月情话八皮马也赶不上月清欢的一半 可能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只见她黑黑一笑 突然转过身来 以极为交跌 乃至令人都起鸡皮疙瘩的声音说道 哎呀 你怎么还站在后面不过来呢 随着话音 只见一鸣面色里黑 身材魁梧的男子走上前来 这人块头很大 并且举止动作间拥有极强的冰煞 显然实力不俗 当她走到镜前之后 月情话立即喜滋滋地挽住她的一条胳膊 满是炫耀的冲月清欢说道 清欢表姐 这是我最近结识的一位朋友哦 以她的个头和体型 站在这男子身旁的时候 真是极不协调 不过她却根本不在乎这些 反而是为一般看着月清欢 月清欢则是深深看了这名男子一眼 缓缓到 司马家的人 这名男子列子一笑 司马家传人司马天成 见过月姑娘 这司马家同样也是冰家十二分脉之一 并且实力极强 甚至比月家还要强 所以这月情话此刻才会如此的易 不过她并没有注意到 就在说话之时 这位司马天成的目光一直在偷偷注视着月清欢 并且脸上有一丝惊艳之色 因为跟月情话比起来 月清欢不管是颜值还是气质都高出太多太多 月清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不经唯唯一皱眉 司马天成却浑然不觉 颇为兴奋地说道 早就听闻月姑娘乃是冰家年轻一辈所公认的女神 之前一直以为是夸张之词 今日一见方知名不虚传 司马天成滔滔不绝的一美之词 令挽着她手的月情话 脸上的神情逐渐变得古怪起来 这算什么 自己好不容易才攀附上的男人 甚至不惜搭上了自己的清白之躯 结果一见面却又对自己的表姐大献殷勤 这种感觉令她简直都要吐血了 看向月清欢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怨恨和嫉妒之色 可月清欢却没有丝毫的得意 相反 她最为厌烦的就是这些道貌岸然的男子对自己的恭维 因为自幼便可感知他人心中善恶的他 最清楚这些恭维背后的目的有多么肮脏 可司马家同为兵家十二分脉 并且跟月家关系不错 有了这一层考量 月清欢只好强自压制下心中的不耐和怒火 站在远地听着 可月往下说 这司马天成的嘴里就月是没有把门的 从最开始的品格赞美 逐渐变成了对月清欢相貌和身材的夸赞 这种对女孩品头论足的感觉就好似在夸奖一件商品 而不是活人一样 带着浓浓的舞入色彩 月清欢的面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 她很想发作 可又不想搅乱了这场晚宴 就在这时 薛安突然伸出手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 同时轻笑道 走吧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进去了 此言一出 这月清欢瞬间会议 立即点头 是啊 该进去了 说吧 转身便跟薛安往宴会厅中走去 本来兴致勃勃辽媚的司马天成当时便愣在了原地 这个小子是谁 他凝望着薛安的背影 陈生说道 之前一直尴尬地站在一旁没有机会说话的月清花见此情景心中一喜 立即说道 这个男子好像是月清欢从外面带回来的 带回来的 司马天成的眼中一下子便燃起了熊熊度火 嗯 好像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个月清欢肯定是脑子坏掉了 居然找了葛仙尊级的小角色 月清花故意说道 司马天成冷笑一声 仙尊 呵呵 楼翼而已 我们走 说着 他大步也往宴会厅中走去 第2265章各家齐聚 此时 伴随着人们的陆续到来 宴会厅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作为此次晚宴的主角 月清欢自然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几乎每一个进到宴会厅中的人都会满脸笑容地对他打一声招呼 三小姐 三姐家 月清欢平平汗手 并且还知以理 令整个宴会厅的气氛变得十分融洽 可月是这样 坐在远处角落中的月清话就感觉越是不舒服 哼 装什么啊 不就是出去了一趟麻 至于搞这么大的阵势麻 月清话轻声嘟囔道 司马天成却没有吭声 实际上从进入这宴会厅之后 他就在有意无意地疏远月清话 只不过这月清话堪称兄大无脑的典范 压根就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直到这次他嘟囔完月清欢的不是后 发现司马天成居然没有回应 不由抬头望去 然后他便发现司马天成正在目光炯炯的看着远处的月清欢 那目光当真是顺也不顺 这下月清话终于忍不住了 当场醋意爆发 哎呀 天成嘎嘎 你在看什么呢 说着月清话爆气司马天成的一条胳膊 有意无意地摇晃着 那温软的触感终于令司马天成回过神来 他转头看了一眼眨着妖艳的大眼睛 故作可怜看着自己的月清话 心中没来由地感到了一阵厌烦 怎么同样都是月家子弟 这个娘们跟月清欢的差距就那么大呢 看人家那着清怜而不腰的清纯 再看看月清话这故作交跌的角柔造作 司马天成不惊横了一声 没看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哎呀天成哥 人家刚刚的话你是不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啊 月清话撅着嘴 大发娇撑 司马天成却皱了皱眉 我刚刚是在想一些很重要的事 所以走神了 你要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说着 司马天成便欲站起身来 月清话吓了一跳 赶紧道歉 天成哥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生气好吗 生气倒是不至于 只不过你的告诉我一些事 什么事 司马天成将目光又一次投向了远处的月清欢 饶有兴致地说道 关于你这位清欢表姐的事 我都想知道 此言一出 月清话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但他却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毕竟现在的他可是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司马天成身上 若是司马天成现在抛弃了他 那他可就真完了 因此他只能暗自一咬牙 好 我告诉你 正当月清话对司马天成讲述起关于月清欢的事情之时 宴会厅中又来了一批客人 为首的乃是一名面带笑容 相貌俊秀的少年 这少年一看到月清欢 立即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三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月清欢也很高兴 伸手便摸了下这少年的头 嗯 小家伙几天不见 居然又长高了 一听到小家伙这个称呼 这少年便长红了脸 我才不是什么小家伙 我现在已经快要成年了 好 成年小家伙 月清欢笑着说道 这少年不是别人 正是月清欢的堂弟 月君泽 说道这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月家的情况 跟许多传承了无数岁月的大家族一样 月家同样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家族 尽管月是天赋出众的强者 但与后代就月是困难 但如果将时间拉长到数千年乃至万载这个尺度上的话 那么后代的数量依然是惊人的 这也导致了月家之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分支旁系 但大浪逃杀 逝者生存 绝大多数的分支旁系最终都湮灭在了时光的尘埃之中 再不复见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比如月清化的父亲月红元所代表的这一支就算是近些年来月家之中实力颇强的分支 而且跟人兵凋零的正方嫡系 也就是月十方兄妹他们这一支不同 月红远光小妾就纳了促使葛 因此可谓是后代众多 这也间接导致了近些年来月红远这一支分外的实力越发庞大 在月家之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强 隐隐间甚至有了挑战正方嫡系的意思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分支旁系都有着如此野心 比如这位月君泽 他所在的分支乃是从月十方父辈那一代才分开的 关系颇为清静 再加上月君泽这个人自幽便跟随着月十方兄妹二人 更是亲上加亲 实际上月清欢从来都是将这个月君泽当自己亲弟弟看待的 此刻见到他来了 心中自然欢喜 不过此时这位月君泽则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薛安 然后小声问道 三姐姐这就是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三姐夫麻 这句话当时便令月清欢闹了个大红脸 不由催了一口 呸 胡说八道个什么 这是我带回来的朋友 再敢胡说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说着 月清欢顺手就捏住了月君泽的嘴角 用力一扯 月君泽立马开始告扰 好姐姐 我错了你可不要扯了不然我可怎么见人啊 月清欢这才松开手然后板着脸问道以后还敢胡言乱语 不不敢不敢但这些话也不是我第一个说的 不还有谁太多了大家几乎都这么说还有的人说您这次回来就是筹备婚礼来的 说到这月君泽又一次好奇的看向薛安 实际上他对于这个能摘下三姐姐这朵奇花的人一直充满了好奇 因为别人可能不知道 他却最清楚月清欢那看似人畜无害的外表下到底隐藏着何等残暴腹黑的性情 而这个男人却能将其降服 此刻还安然无恙 零件完好的站在那 这可真是个奇迹 薛安自然也察觉到了月君泽的注目 但他从这个少年的目光中感知不到恶意 有的只是单纯的好奇以及同情 嗯好奇还好解释 但这都快要满意出来的同情是什么鬼 正当薛安疑惑之时 就听外面一阵的骚动 二姑娘来了 二姑娘到了 第2266张龙家道场 随着这些话音 人群自动分开了一条道路 然后便见头戴面纱的二姑娘款步走进了宴会 听之中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俯首 以示尊敬 原因无她 实在是这二姑娘的威势太重 实际上自打半年前 家主月十方隐居后院花厅 在未露面之后 家族的大小事情 其实都是这位二姑娘在做决定 这也导致了在很多时候 这二姑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家主月十方 这些人自然要表示尊敬 同时许多人的心中还有些震恶不解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想到二姑娘居然会亲自来这晚宴之上 虽然说月轻欢乃是月十方的亲妹妹 跟这二姑娘关系也很好 但这晚宴毕竟规格太低 甚至很大程度上乃是月家年轻一辈的一个简单聚会而已 所以你才会看到来此的都是个大分支旁系的年轻子弟 老一辈人根本一个都没来 而二姑娘身为家主的代言人 此刻却亲自到场 这就有些颇堪玩味了 尽管心中震恶 但几乎所有人还是在第一时间便将消息偷偷传递回去 毕竟连二姑娘都亲自来了 各大分支旁系的人自然也要到 这些都是隐藏在这宴会厅那看似平静表面下的暗潮 许多人对此都一无所觉 唯独薛安唯唯一扬眉 然后便似笑非笑地看向这位二姑娘 似乎明白了什么 一旁的月轻则同样也在偷偷观察 不过他观察的点却与众不同 今天这位二姑娘 眼睛似乎有些红啊 就像是刚刚哭过一样 就在众人各怀心思之时 二姑娘静止走到了月轻欢面前 唯唯一笑 欢人 你哥的今天有事不能到场 特意让我过来参加你的接风宴啊 月轻欢同样有些疑惑 但他何等聪明 根本不露任何异样 笑容灿烂道 多谢二姐姐 在整个月家之中 唯独他可以叫二姐姐 二姑娘笑着牵起月轻欢的手 好了 你我之间就不要客气了 赶紧落座吧 说着 他便带着月轻欢静止落了座 这温馨和谐的一幕 却另躲藏在人群之后的月轻话暗自撇嘴 然后心中赋匪道 装什么啊 不过是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外星人而已 依仗着有月时方那的家伙的宠幸 才能有这般地位 不过等我跌跌成功之后 我看你们还怎么得意 当然这些话都是他在心里说的 表面上可是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直呼家主明慧并言语不尽 心怀不轨 这歌在哪个家族都是大醉 正在这时 就听宴会厅外又是一阵的喧哗 而后各大分支旁系的当家人 便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 这些人都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大人物 毕竟能在月家站住脚 歌在外面最少也是歌剧一方的存在 不过就在此刻 这些大人物们却全都一脸恭敬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宴会厅之中 原因无他 哪怕他们对二姑娘不敢冒 也得对二姑娘所代表的月十方表示恭敬 家主的威严不容冒犯 这在天外天的各大家族中可谓是一条铁律 以纪律严明而著称的月家更是如此 伴随着这些大人物的到来 整个宴会厅在煞时间就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可很快便有人察觉到了异样 因为几乎所有分支旁系的当家人都到了 唯独月红远没有来 这下许多人的面色不惊都有些变了 谁不知道现如今这位月红远依仗着自己的实力 已经开始基于家主之位 可谁也没想到月红远居然会做得这么绝 直接缺席了这次宴会 这算什么 公然挑战正房嫡系或者说家主的威严麻 伴随着这些猜疑 宴会厅中逐渐安静下来 气氛也随之变得压抑 二姑娘抬眸扫了一眼 旋即便笑了起来 看起来有人今天似乎是不想来了呢 虽然没有直呼其名 但谁都知道他在说谁 月情话这时候也有些紧张起来 心中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怎么回事 爹爹为何还不出现 莫非是要在今天摊牌 不可能 事先自己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啊 正当他大惑不解之时 二姑娘则转过头来看向了月清欢 目中满是凛冽的寒意 欢人 你觉得呢 月清欢在二姑娘的注视下 瞬间明白了什么 脸上的笑意逐渐收敛 身上的微视也随之变得凝重起来 有些人来与不来 有什么区别吗 二姑娘笑了 确实没有区别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不等了 直接开宴吧 好 可就在二姑娘转过头来准备宣布开宴之时 宴会厅外忽然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怨我怨我 本来想尽快赶过来的 结果在路上被一些事给耽搁了 希望还能赶得上 随着话音 但见一名留着精致小胡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这男子往那一站 你就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精明 而在顾盼之间 更是带着极许枭雄气质 正是月情化的父亲 月红远 她的出现令屋里一阵的骚动 许多人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 看来事情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这时月红远上前几步 满脸堆笑地说道 二姑娘 坐在桌旁的二姑娘却连动都没动 甚至连最起码的回应都没有 直接将这月红远晾在了那 场中的气氛瞬间又变得凝重起来 可月红远脸上的笑容却是丝毫没变 一直保持着抱拳拱手的姿势 直到两久之后 二姑娘方才抬起头来看向月红远 月当家怎么这时候才到 路上被什么事给耽搁了 也没什么 只是凑巧遇到了几个朋友而已 朋友 没错 几个朋友 月红远笑得十分灿烂 而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猛地察觉到了什么 直接看向了宴会厅之外 不光是她 坐在桌旁的二姑娘一时豁然抬眸 与此同时 宴会厅外便传来了一阵冷笑 哟 还真是热闹呢 紧接着便见一行人迈步走了进来 为首乃是一名身姿绰约 面带怒容的女子 正是龙家的梨花夫人 第2267张冲突爆发 一见倒是她 许多人便是一惊 这不是龙家那位梨花夫人吗 有人低声道 是啊 她今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有人大惑不解 而且还是跟月红远一起过来的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有人信誓旦旦 嘘 小点声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一时间 人们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梨花夫人冷恒一声 目光从在场众人脸上扫过 最终停留在了月清欢身上 月姑娘 今天这么热闹 是要出嫁吗 这话对一名未嫁少女而言可谓是恶意满满 月清欢的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呵呵 梨花夫人连连冷笑 与此同时 梁帝康和祖的名等人也走进了宴会厅中 然后一指薛安 夫人 就是这个家伙打伤的龙少 煞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谁不知道这梨花夫人向来互短 现在她的独子居然被薛安所伤 今天的事估计难以善了了 果然 只见梨花夫人谋中的杀意瞬间浓郁的犹如实质一般 然后死死冰着薛安 小子 就是你将我儿子打成重伤的麻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 薛安脸上甚至连半点表情都欠缝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没错 哄 这句话犹如一记重磅炸弹 瞬间引爆了梨花夫人心中的怒火 好 好 既然敢承认 那我便给你个痛快 说着 她周身杀意如废 卖不便要上前 可就在这时 月清欢莫不作声地站起身 李将薛安挡在了身后 且慢 梨花夫人停住脚步 阴策策地说道 怎么 月姑娘还要护着这个男人麻 当然 因为她乃是我带回来的朋友 而且这里是月家不是你们龙家 还由不得你来放肆 月清欢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同样也是在场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想法 因为梨花夫人现在的行为就相当于打上门来兴师问罪 同为兵家十二分脉之一 不过出于何种原因 这都是严重的挑衅 但人们发现二姑娘一直坐在桌旁默不作声 因此才都没有发作 现在听月清欢如此痛快地说出 许多人自然是心中暗爽 月君则更是兴奋地低声尼南道 三姐家好霸气 就得这样 否则真当我们月家无人了麻 梨花夫人万万没想到月清欢居然敢当众阻拦自己 心中的怒火不禁更加赤烈 月清欢 你背叛我儿子跟一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野男人在一起 害得我儿子重伤 你现在难道还要护着他吗 这梨花夫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吼道 此言一出 全场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月清欢更是勃然大怒 梨花夫人 我敬你是我的长辈 所以一直给你留了几分面子 但你要是再敢邪口喷人 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不客气 哈哈 哈哈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我就不相信你们月家能为了一个外人而跟我龙家闹翻 梨花夫人面目猙獰地说道 场中局势瞬间陷入了对峙之中 奇怪的是 从始至终这位二姑娘都没有吭声 只是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至于薛安 她仿佛没有听到这些一样 逼着头一直在饶有兴致地摆弄着手指 见此情景 站在人群之中的司马天成嘴角不禁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闹吧 闹得越大才越好呢 最好能将这个小子给弄死 这样自己就可以趁虚而入了 正当她暗暗打着如意算盘之时 就听一个爽朗的笑声 哎呀 童鼠兵家 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 众人抬头看去 说话者正是月红远 只见她面带笑容的上前一步 清欢啊 这件事其实很容易解决 只要你将这个男人交出来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月清欢气急返校 交出来 她是我带回来的朋友 我凭什么要将她交出来 是你的朋友不嫁 可她却惹下了滔天大祸 不但搭上了梁蒂康等人 还将龙家大少龙毡给毁容了 这件事要是不给人家一个交代 恐怕不好过去吧 月红远微笑着说道 只是她这笑容怎么看怎么别扭 月清欢却根本不吃她这一套 冷声道 首先 她是我的朋友 我绝不会将她交给任何人 其次这件事都是因为龙毡肆意妄为而起 她现在被毁容 那也是咎由自取 这话一出 这梨花夫人就更是暴怒 月清欢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又如何 脸儿子一直纠缠于我 我从未对她夹以慈色 然后她就对我身边的朋友下手 结果即不如人被打成重伤 这不是咎由自取是什么 梨花夫人眼睛都红了 真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前去将月清欢给一掌拍死 因为平日里已经嚣张跋扈惯了的她 还从未被人如此羞辱过 月红远也是唯唯色变 清欢 不管你说的对也好错也好 我希望你最好能以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 呵呵 真是笑话 月红远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勾结外人来对付自己家族的人 你可真是以大局为重呢 说到最后四个字的时候 月清欢故意加重了语气 充满了讽刺意味 月红远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月清欢 我好歹也是你的长辈 你就这样直呼其名麻 月清欢冷笑一声 索性抱着胳膊站在原地 一副你随便来 看老娘鸟不鸟你就完了的表情 见到这一幕 场中一阵无声的喧哗 许多人都对月清欢暗暗表示佩服 毕竟这月红远做的确实有些过分 居然联合其他家族的人搅乱这场晚宴 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都有些说不过去 月君则更是兴奋的两眼放光 帅 三姐姐简直太帅了 我也早看这个月红远不顺眼了 以老卖老 什么东西 说着 他也毫不犹豫地走上前来 站到了月清欢身后 可相比齐月清欢的霸气凛然 血安却要显得低调许多 甚至于在梨花夫人等人的叫嚣之下 他一直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弹 第2268章可以在这里动手吗 这不禁令许多人对他投来了鄙视的目光 毕竟 躲在女人身后苟且偷生这种事 只要是有点骨气的男人都做不出来 人群中的月清话见状突然灵机一动 然后便冷笑起来 清欢姐姐 不得不说你找的这个男人可真是有够窝囊的呢 做了事却敢做不敢当 躲在女人身后 这不是窝囊是什么 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一出 月清欢心中便咯噔了一下 他当然不会以为薛安是怕了 可现在外界这么评论 薛安会怎么想 毕竟这件事归根究底是因为自己而起的啊 正在这时薛安忽然倾笑一声 然后淡淡道 清欢 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月清欢的心这才放了下去 点了点头道 当然知道 呦呦呦 还会找借口了呢 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看你分明就是怕了 月清话却不管这一套 继续冷嘲热讽 薛安却像是没听到这些话一样 缓缓抬起头来 与其清冷的言道 不过我觉得 有些时候吧 若是忍无可忍 那就无需再忍了 你觉得呢 月清欢刚想说话 薛安转头看了一眼 从始至终都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的二姑娘 然后便缓缓站起身来 迈步向前走去 以月清欢刚想阻拦 薛安却只是淡淡道 不用担心 我有份寸 一句话便令月清欢将后面的话全都咽了回去 并让开了道路 当走到人群之前后 薛安看了一眼对面怒气冲冲的梨花夫人 唯唯一笑 你的儿子是我打的 你想怎么办 我想怎么办 我想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梨花夫人怒吼一声 狂暴的威势直接如潮水般袭来 能够成为龙家家主的机械 这梨花夫人也是有些手段的 更何况此刻霞怒出手 更是气势凌然 可当这威势到了薛安近前之后 却直接烟消云散了 而后薛安淡淡道 可以在这里动手吗 这句话问得莫名其妙 但与此同时 在身后坐着的二姑娘淡淡道 这宴会厅年生日久 似乎也该重建一次了 话音刚落 薛安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梨花夫人莫的感到 心中涌现出一股极强的危机感 震动之下 她下意识地往后一退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双眸之中更是燃烧着熊熊烈焰 梨花夫人想要惊叫 但为时已晚 但见薛安一掌拍落 掌风之间还带着璀璨焰火 哼 一声问响之下 刚刚还不可遗失的梨花夫人 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直接被震飞出去 同时在半空中 那火焰彻底蔓延开来 话为了一句火人 哼 全场哗然 谁都没想到薛安会突然出手 并且下手还如此的干脆利落 月君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之前对薛安的那一丝不满 随之烟消云散 有的只是深深的敬佩 帅 真他妈帅 正当他轻声呢喃之时 半空中的梨花夫人突然怒吼一声 啊啊啊我要杀了你 随着话音 一股极强的波动从他的身体之中爆发出来 直接泯灭了身上的火焰 然后站在了虚空之中 再看此时的他 浑身都笼罩在一层淡蓝色的屏障之中 正是龙家家主龙玉树似与他的一件护身法宝 可尽管有法宝护身 这时候的梨花夫人也是狼狈不已 尤其他最引以为傲的一头秀发都因为那火焰而变成了一团交叹 甚至头顶上还散发着鸟鸟青烟 这怎能不令他陷入暴走状态 给我去死 一道淡蓝色的光芒直接轰向薛安 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被震荡出了层层涟漪 可见梨花夫人此刻已经恨急 但这攻击连薛安的汗毛都没碰到 薛安就消失在了原地 等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梨花夫人身后 然后一拳轰出 咚 又是一阵巨响 梨花夫人身上的屏障泛起一层涟漪 但她整个人却连动都没动 反倒是薛安被震退了促十步 然后梨花夫人便宁笑起来 没用的 这乃是家主所赐之物 就凭你是根本 扑 她本来想说就凭你是根本 不可能急碎这屏障的 可还没等她说完 一缕剑尖便直接刺进了屏障之中 并恰好插进了她的嘴巴里 猛的一脚 咯蹦蹦 梨花夫人满嘴的牙齿 当时便被封锐的剑盲绞碎 鲜血淋漓间 她又惊又怒 身形往后击退 终于躲开了这近乎必杀的一剑 再看她身上的这层幽蓝屏障 正前方赫然是一个圆圆的大洞 虽然正在急速地迷合着 依然令梨花夫人浑身发冷 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薛安到底是用的 什么手段将这间不可破的屏障给刺穿的 不光是她就连二姑娘也是目光为闪 显然颇为惊讶 这时薛安随手散去手中的建议 淡淡道你刚刚说什么 梨花夫人嘴里的伤迅速地愈合着 尽管如此 牙齿的缺失也不是一会功夫就能长出来的 所以她说喜话来都有些漏风了 乌朔乌妖逆似 哄 梨花夫人胸前猛然炸开了一道璀璨至极的光亮 然后便建一杆犹如实质般的长枪从光亮之中探出 霞无上之微止此薛安 所过之处 隐隐有龙吟传来 看龙枪 龙家家主的成名绝迹 有人惊呼 这显然是龙家家主龙玉树特意为梨花夫人封印下的一记绝杀 就是为了在紧要时刻使用 一旦动用 便有着她权力一级的威力 而能成为龙家家主 至少也得是圣人级的修为 而面对这只强异击 薛安退无可退 瞬间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二姑娘眼波微动 便要出手 但就在这时 一缕孱弱到好似随时都会熄灭的火焰突然出现在空中 并挡在了这一枪之前 扑 枪尖过楚 这缕火焰猛然大胜 然后便迅速往上蔓延 穷穷烈焰之下 在场众人无不震撼 这火焰 第2269章一火救主 哪怕是一直坐在一旁不畏所动的二姑娘 在见到这一幕后也不禁唯唯色变 然后缓缓道 一火救主 话音刚落 这杆长枪便在熊熊烈焰之下迅速地扭曲崩碎 并在轰的一声闷响后话为了乌有 圣人级存在的权力一级 居然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全场震步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就在长枪破碎的那一刹那 所有人的耳畔突然传来了一声轻疑 然后便见本来已经消失的长枪于瞬间重新凝聚 不光如此 一股浩然无尽的气息轰然降临 将空中本来燃烧的火焰瞬间压制下去 所有人悚然而惊 有人嘴唇颤抖 轻声低语道 是圣人 只有圣人之境才有如此强大的威势 二姑娘还有月清欢勃然色变 刚想说些什么 但见这杆长枪于瞬间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枪间已经离着薛安的眼珠不过毫厘之差 并疯狂地往里刺去 整个过程快至巅峰 许多人甚至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这杆长枪便已经刺向了薛安 而薛安的反应也不可谓不快 实际上他的反应根本称不上是反应 显然这是那位龙家家主在暗中出手了 在圣人的威势之下 这名少年很快便将被碾为鸡粉 但就在这些人认为薛安已经死病了的时候 凭空里忽然传来了一声论横 龙玉树 你真当我月家无人麻 一声质问之下 本来气势汹汹的的长枪攻势瞬间土崩瓦解 并彻底化为了虚无 虚空中隐隐传来了一声闷横 然后便听一个饱含忌惮与怒意的声音响起 越时方 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角色向我出手 你难道就不怕引起你我两家的争端麻 呵呵 你我两家的争端不是一直就有麻 反倒是你 若是我任由你在我的地盘动手杀人 那才是真的纵容了你 越时方淡淡道 整个过程两人全都没有露面 可所有人都清楚 刚刚的形势显然凶险至极 因为这分明是两大上人级的高手在隔空斗法 稍有不慎 整颗星球都可能成为陪葬品 但看起来这龙玉树并不打算跟越时方玉石聚焚 很好 越时方 这笔仗我记下了 咱们等演兵之时再见 这个将我血意打伤的人我必杀之 呵呵 乐意奉陪 哼 空间忽然一阵战动 然后便有一只无形的手将丹丽在空中的梨花夫人抓了进去 就此消失不见 请客间 空间恢复了平静 但却没有人敢说话 所有人都屏息宁生 等待着越时方的发落 而在这种情况下 跟随梨花夫人而来的龙朝明以及梁帝康等人可就尴尬了 他们本来是跟着梨花夫人过来兴师问罪的 可没想到的是 问罪没问成 反倒将自己这些人给丢下了 看着那些不善的目光 这些人的心中不禁开始七上八下 纷纷将目光看向了月红远 毕竟就是他带着自己这些人来的 不然他们也不能如此顺利地进入这宴会厅之中 可没想到的是 此刻的月红远却在也没有半点之前的嚣张 反而俯首低头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 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 这他妈 龙朝明等人的心中就好似有无猝头操你马飞过 正在这时 就听月十方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很惊讶 你居然能挡得住这个家伙的一击 却安静立空中 表情淡然 其实你刚刚即便不出手 我也不一定会输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大的口气 那可是圣人级的存在 但他本体未知 仅凭一道威视便想杀我 未免想得太简单了 却安轻描淡写地说道 空间沉没了 全场一随之陷入了漠然之中 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白衣少年说的是真是假 明明他只是个仙尊级的存在啊 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自信呢 司马天成的瞳孔紧缩 忽然惊觉自己好像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那就是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看清过这个白衣少年 他到底是谁 来自何处 大吕霸道至极甚至挡住汗龙腔的火焰又是什么 这些疑问令刚刚还沉迷在月清欢美色之中的司马天成出了一身冷汗 而接下来月时方的一句话更是令他毛骨悚然 你果然是个很有趣的人 月时方倾笑道 你也一样 却安不卑不亢地说道 月时方笑了起来 然后突然说道 有没有兴趣做我月家的掌兵史 这句话真好似石破天津一般 令全场都为之震动 掌兵史 那可是手握重兵的大员啊 不管是在兵家的哪个分脉 那都是绝对举足轻重的人物 因为一旦担任这个职位 就说明你手中至少将握有一只精兵 正因为这个职位如此重要 所以还从来没听过有外人担当过这个职位的心理 月红远更是浑身俱阵 他是对家主之位寄予不嫁 但前提是等到月时方兵解轮回的时候再发难 而看现如今月时方突然身居后院花厅之中不出就知道这个日子应该没有多久了 所以他刚刚才会表现得无比恭敬 毕竟现在出面挑衅家主的威严只会让自己丧失先机 可万万没想到月时方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这可是关到自己的利益 因此他再也无法忍耐 抬头说道 家主 此事不妥 哦 有何不妥 月时方的声音平淡如水 听不出喜怒 想这掌兵时乃是我月家的崇中之崇 现如今言武在即 更是关我月家在十二分外中的排名 怎可将此重任交由一个外人 而且还只是个先尊级的外人 第2270章月家掌兵时 这月宏远并未直接反对 但说出来的理由却有理有据 众人不禁纷纷点头 这是你自己认为的 还是说大家都这么看呢 月时方淡淡道 众人面面相许 很快 在月宏远眼色适宜之下 月情话以及一些跟月宏远交好的人纷纷站了出来 家主 我们认为月当家的说得没错 是啊 此事需要三思啊 月情话虽然没有说话 却一脸骄傲地站到了自己的父亲身后 认为这就是在为自己的父亲摇旗呐喊了 可他并未注意到 当他走出人群的那一刻 司马天成看他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司马天成甚至无法理解月宏远现如今的举动 这算是依仗自己的威势公然跟家主对抗麻 可他难道不知道 不管是在哪个世家之中 家主的威严都不容挑战麻 果然 当这些人全都表示出自己的反对之后 月十方语气淡然道 好 我知道了 这么说来 你们是不同意我的话了 此言一出 包括月宏远在内 这些人全都勃然色变 只有月情话笑呵呵地说道 家主 您的这番话确实有些欠妥 我觉得 话音未落 月情话的整个身躯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虚无 而整个过程之中 这月情话居然一无所觉 满脸笑容的张嘴说着什么 可是已经没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了 因为就再下一秒 他变化为了虚无 就此消失不见 整个过程波澜不新 就仿佛这个月情话根本不存在一样 而就是如此轻描淡写的一手 却当即镇住了在场所有的人 尤其是月红远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苍白 额头上更是显出了大颗大颗的冷汗 过往种种于脑海中一一掠过 他忽然明白了过来 原来从一开始家主就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啊 可笑自己还认为自己筹谋得当 实际上却只是人家眼中的一个笑话而已 刹那间 月红远便感到了一股彻底的绝望 不光是他刚刚还意气风发出面支持他的这些人 此刻全都如丧考比一般 甚至有的人因为过度的惊惧而战斗起来 至于其他的人也全都沉默了 能出现在这的人都不是傻子 联想到这次的晚宴是特意为招待月清欢和薛安而举办的 人们瞬间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这摆明了是想为月清欢和这个白衣少年李威啊 若不是龙家的人突然出现 尤其那龙玉树暗中下手 可能家主大人都不会动手 而是将月红远等人都当成是月清欢和这个少年的魔刀石呢 而如此的煞费苦心 可想而知这个少年在家主心目中的重要性 许多旁戏分支的当家人在此刻都悄悄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明白了自己接下来的定位 很明显家主即将在此兵截转世 而在这段时间内大全将掌握在二姑娘 三小姐以及这名不知道来历的神秘少年手中 而自己这些人唯一能做的只有配合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的老谋深算 比如这位月君泽 此刻的他满脑子都是卧槽家主实在太帅了 以及这个家伙肯定是三姐夫实锤了的想法 就在人心震荡之时 月时方再次问道 可愿否缺安沉默片刻 然后缓缓道条件还有好处 此言一出 本来还有些欣喜兴奋的月清欢一无眼睛 这个家伙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都不忘讨价还价嘛 很多人更是差点当场吐血 要知道有多少人基于这个职位而不得 现在家主亲自邀请 这个少年居然还想着讨价还价 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可越是这样 已经悄悄躲藏在人群之后的司马天成就越是心惊胆战 这个少年显然出身极高 否则不会如此的月家青睐 而看现在这态度 似乎对这月家长兵史都不甚在乎 那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上古百家最前面那几家的人 司马天成满心混乱 再无半点争风吃醋的想法 现在的他 只想着尽快远离这里 然后将消息带回司马家中 与此同时 岳石方却像是早就预料到薛安慧这么问一样 倾笑言道 条件很简单 就是带领岳家在即将到来的演武之中取得好名次 至少要保持现在的排名不动 而好处就是 我祝你晋级 简简单单五个字 却足以令无数人嫉妒的眼睛发红 天知道有多少人终生卡在了半部圣人这一境界不得存尽 而如果岳石方真的肯出手相助的话 那这可谓是一步登天 因为谁不知道若论境界之高 岳石方乃是兵家毫无争议的第一 若不是因为促使此兵节转生严重损耗了他的实力 又何止于让龙家等人在此叫嚣 可就是如此优厚的条件 薛安依然没有急着答应 反而淡淡道 尽急于否我不在乎 毕竟靠我自己也不一定会慢 我只有一个要求 好吧 我答应你 岳石方连犹豫都没有 直接应道 嗯 不问问我是什么要求吗 呵呵 除了想知道当年的事外 你还会提其他的要求吗 岳石方轻笑道 薛安也笑了 然后点了点头 好 一个好字出口 在他面前墨地闪现出一道金光 紧接着便见金光璀璨间 一枚转印逐渐浮现 这枚转印气势雄浑 上秀种种神秘文士 当中则是一个古仆苍凉的月字 接下这枚印 你便是岳家长兵士了 知道接下来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吗 岳石方轻笑道 当然 那好 走了 话落 那本来笼罩整个宴会厅的气势便随之消失不见 而薛安伸手接住这枚转印 刹那间便只觉有一股无上兵威入体 当他再次抬眸之时 庞大的威压令在场众人只想跪下 这便是长兵士之威 而与此同时薛安看向遥遥欲坠的月红元等人 生冷如冰 缓缓言道 你等 可知罪 第2271章记齐 此言一出 月红元当时便是一阵 然后面色变得无比难看 身为一脉分支当家人的他 又岂能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很显然 这名被月十方分外气中的少年是想要拿自己祭齐了 一想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时被丢弃的魔刀石 这月红元便陷入了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癫狂之中 知罪 我何罪知有 我不过是想将那个病奄奄的家伙取而代之罢了 这难道 扑 一声剑韧划过肌肤的闷想将他后面的话全都堵了回去 鲜血喷涌而出 月红元缓缓低下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脖颈尖冒出来的这一节剑间 鲜血正顺着剑韧不停地滴落 月红元感觉眼前一阵晕眩 浑身的力气正在迅速消逝 与此同时 就听身后传来一个淡然冰冷的声音 难道什么 可这时的月红元已经没有力气去回答薛安的问题了 他浑身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着 那是修为正在迅速逝去的表现 紧接着便见薛安缓缓抬手 将剑从月红元的脖颈之中拔了出来 当剑间离体的那一刹那 月红元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整个身体都在无意识地抽搐着 那是残存的神经反应 至于他的神魂 早已随着薛安的这一剑而化为乌有了 当然 这不是说月红元的实力若到了这种程度 乃至于可以任由薛安宰杀 真正的原因在于薛安在接任长兵史之后 月家累世积攒下的威压便已经为他所用 在这种浩瀚威视之下 月红元只能任人宰割 甚至连半点反抗的实力都没有 而当月红元倒地之后 全场简直是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这些目光之中有敬畏 有不解 还有就是深深的忌惮 但在此刻 薛安根本不曾理会外界这些目光 只见他颇为满意的打量着手中这柄小剑 眼中满是赞许之色 因为他直到这时才发现这柄烟红小剑用起来居然会如此顺手 没错 这柄小剑正是见三审苏浅临死前交给他的那把 当时薛安并未将其当回事 直到后面遇到阴阳家的月华中军之后 他才隐约猜到这柄小剑的来历显然不同凡响 没想到今日一事之下 这小剑用起来居然极为顺手 甚至在斩杀掉这月红元之后 本就烟红似血的小剑更是变得灵动活泛起来 就好似其中封印了一汪血水一样 如此的璀璨夺目 这种感觉令薛安很想试试将在场这些月红远的同党全部斩杀后会是什么样 但他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这种冲动 因为家有家法 这月红远肆意妄为 甚至试图挑衅家主权威 现在生死也是旧由自取 可他的这些同党们并非全部该死 尤其这些人全都属于月家中人 若是自己不问青红皂白大肆斩杀的话 很容易令人心为之浮动 抱着这个想法 薛安只是淡淡地撇了这些静若寒蝉面如死灰的人一眼 然后转身便走 现如今他继其立威的目标已经达成 这些人自然有月家内部的刑堂处置 那就不是薛安需要操心的了 果然薛安转身刚走 便有人一勇而上将这些月红远的同党给带走了 而薛安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静止走到了月清欢身前 此刻的月清欢也已经从刚开始的震恶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脸上便浮现出一抹古怪的笑意 抱着肩膀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薛安 恭喜你啊 长兵使大人 薛安唯唯一扬眉 并未理会月清欢的话 而是淡淡道 练兵场在哪 还有这些精兵都是什么修为境界 你问这些啊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最了解的环要属二姐姐 你难道不该先问问她吗 月清欢笑着言道 可还没等薛安说话 这二姑娘便缓缓站起身来 与其清冷道 家主给她的任务是让她自己去完成的 我没有义务帮她 说吧 这位二姑娘便直接迈步离去了 她这一走 其余的分脉当家人便也紧随其后地离开了 甚至连本想上前说话的月君则也被她的父亲给强行带走了 请客间 整个宴会厅变得空荡荡的 月清欢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禁颇为惊乐地说道 怎么全都走了 薛安淡淡一笑 不走难道还要留着这里看我吗 其实对于现在这个结果薛安并不感到奇怪 毕竟自己再怎么说也是个外人 虽然在月十方的强力弹压之下 这些人不可能也不敢发表什么意见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会配合薛安了 甚至于薛安确信如果自己接下来没能拿出什么成绩的话 这些人绝对会肆无忌惮地嘲笑自己 但对于这些薛安并未在意 因为他所要的也不是这些人喜欢甚至拥戴自己 他要的只是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 然后获知自己想要获知的一切而已 这时的月清欢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不禁为为皱起眉头 如果连他们都对你如此抵触的话 那你接下来的练兵显然也不会顺利啊 毕竟能称之为精兵的人 都是月家花费了重金才打造出来的 每一个都是万里挑移的存在 这也导致了他们极为桀骜 甚至除了家主之外从未服音过任何人 你一个外人想要将他们驯服 绝非易事 看着一脸凝重神色的月清欢 薛安倾笑一声 这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这件事真的那么容易处理的话 你觉得你哥哥会将他交给我 至于你所说的桀骜不询 薛安眸中燃烧起了悠悠烈焰 我最拿手的就是专制各种不服了 不知怎的 当看到薛安那一脸自信表情的时候 月清欢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停止了半拍 脸颊更是微微发烫 他赶忙将头侧到一旁 强自镇定地说道 好吧 既然这样那你准备一下 明天我就带你去练兵场 第2272章下马威 说吧 月清欢便好似落荒而逃一样的离开了宴会厅 看着他那仓皇失措的背影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便也转身离开了 这场晚宴就此拉下了帷幕 但一切却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晚宴上所发生的一切犹如飓风一般迅速传播开来 令整个月家都为之震动 曾经不可一世 甚至于基于家主之位的月宏远一脉被连根拔起 就此成为了昨日黄花 甚至于他的同党都在行堂的雷霆手段下迅速土崩瓦解 再不复当年的威势 这件事便足以令人震动了 但现如今月家之中谈论最多的却不是这个 而是薛安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位仅有先尊修为的少年 为何会如此的家主的青睐 甚至将长兵使的位子都交给了他 但也在同一时刻 许多人心中漫暗想到 这个家伙估计很快便将这几城杀了 因为就连月家本身的人都无法弹压住这只精兵 更遑论一个外人了 实际上这只精兵简直称得上是无法无天 除了月十方可以振折住他们之外 可谓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所以这长兵使一直是快烫手的山芋 丢了吧舍不得 留着吧却只能干看着 就在众人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关注着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之时 在距离月家这科本部星球最多也不过半天路长的演兵场之中 一场轩然大坡也正在酝酿当中 兵长 听说家主最新任命了一位长兵使 说什么要让他全权负责咱们的一举一动 并让咱们在即将到来的演武大会上取得好的名次 对 我也听说了 好像是这个家伙有点来历 所以急得家主的青睐 呵呵 再厉害又能怎样 到了这里不还是乖乖听咱们的话吗 说话的都是这演兵场之中的精兵 而他们口中的兵长就是这只精兵小队的队长 此刻 在听到手下人的叫嚣之后 这位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兵长冷笑一声 再的家主青睐又能怎样 如果他试得窝囊费的话 咱们照打不误 此言一出 众人轰然响应 兵长大人说得对 到时候这个家伙如果事项还变罢 若是不事项 哼哼 虽然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但从这两声冷哼也能知道这人的真实想法 要我说咱们便做好准备 到时候先给这个小子一个下马威 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可不是吃素的 又有人提议到 同意 对 就这么办 正如之前月清欢所说 能出现在这练兵场之中的都是数一数二的精英 当他们商议好对策之后 立即便行动起来 做好了给薛安一个下马威的准备 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天终于到来了 虽然说岳家的练兵场距离本部有半天的路程 但以薛安和月清欢现在的实力 还是赶在中午之前便到了这处练兵场 这练兵场乃是岳家特为训练精兵所见 面积之大 乃至于将整个星球都给南瓜其中 而当薛安和月清欢落下地面之后 早有负责接待的兵族走上前来 三小姐 请随我来 说着 这名兵族便领着薛安一行人走进了真正的练兵场之中 可当他们真正踏进练兵场之后 却发现这里空荡荡的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怎么回事 月清欢微微一皱眉 往日他也曾来过这练兵场 每次来这里都是热火朝天 一派繁忙景象 可今天却一反常态 别说训练的了 甚至连个人影都没有 薛安对此却像是早有预料一样 淡淡一笑 估计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吧 话音刚落 就听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然后便见一大群人从虚空之中显现出来 为首的正是那位被人尊称为兵长的领队 见过三小姐 这些人毕恭毕敬地冲月清欢一弯腰 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敬意 可不管是谁 从始至终都没看过薛安一眼 就仿佛他试的空气一样 月清欢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但他对此也无计可施 只能唯唯汗手 以示尽意 而也就是在这时 就听薛安忽然冷笑了一声 怎么 这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这话直白至极 没有半点隐瞒 而在听到他的这句话后 一直都没拿正眼敲他的这位兵长 以及众多精兵全都斜瞥了他一眼 虽然没有说话 但从众人的态度上 也可以知道他们对薛安的敌意 这位兵长更是在深深凝视了薛安一眼之后 唯唯冷笑一声 就是给你一个下马威 你又能怎样 这话说得嚣张至极 跟随这名兵长的护卫兵族们 闻言全都精神为之一阵 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薛安 想看看他是如何破开眼前这个局面的 正在这时便见薛安唯唯一笑 好大的口气 这位兵长冷笑一声 索性抱着肩膀看着薛安 想看看这个不过先尊及修为 甚至比自己的实力都差的少年打算怎么办 正在这时 但见薛安冲他一挥手 你过来一下 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这位兵长一愣 但不宜有他 旋即便往前走来 想看看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白衣少年 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可他前脚刚走到薛安近前 下一秒便传来了一声响亮至极的耳光声 啪 全场皆惊 许多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 因为就在刚刚 薛安阳首便给了这位兵长一记耳光 这耳光是如此之重 乃至于这名兵长都被扇蒙了 直到片刻之后 他才从震恶之中心醒过来 然后便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你居然敢打我 话音刚落 便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下 这位兵长的嘴角都被闪出了鲜血 脸颊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 而薛安则只是淡淡道 打你又能怎样 这名兵长戚的浑身都在战斗 却在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说 而薛安这时候反倒冷笑一声 怎么 你是不是很不服气 第2273章兵中之神月关南 这名兵长的眼睛瞬间变得血红 刚想发作 可就在这时 薛安身上陡然献出了一股凝重如山般的威势 扑通 这名兵长以及他身后的这些所谓的精兵便被声声压跪于地 甚至连头都无法抬起 这便是掌兵史之威 此刻 薛安看着这跪了一地的岳家精兵 语气淡然道 现在呢 服不服 这位兵长的内心疯狂地嘶吼着 想要站起身来 可他做不到 实际上在掌握了掌兵史福音之后 薛安对于这些精兵已经有了生杀与夺的权力 只要他愿意 这些人当即便会被无上兵威震杀 可即便如此 这名兵长乃至他身后的这些精兵们依然没有丝毫的服软之意 这名兵长低着头 以如同野兽低吼般的声音说道 有本事杀了我 否则我是不会服你的 薛安唯唯一扬眉 语气森冷道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呵呵 杀了我又能如何 你该不会真以为杀了我就能折服这些精兵了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主人 那就是家主 而家主大人不在的时候 能指挥动我们的便只有一个人 哦 那人是谁 一旁的月清欢这时候突然轻叹一声 他说的是总兵长月观南 总兵长 没错 掌管月家精兵数百载 号称兵中之神的月观南 月清欢审声道 脸上浮现出一抹混杂着敬畏与忌惮 但的复杂神色 缺安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这名跪在地上的兵长 抬手一挥 压制着他无法抬头的力量瞬间消失 他立即抬起头来以饱含挑衅和不懈的目光看着薛安 缺安不以为然 只是轻笑一声 是不是只要我将你们的总兵长降服 你们就会乖乖听话了 这名小队长唯唯一愣 旋即便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一阵放肆的冷笑 说得没错 若是你能将我们总兵长降服的话 我们当然会乖乖听话 不但会乖乖听话 甚至自此之后我们还会奉你为主 再无二话 你看如何 在说到最后那四个字的时候 这名小队长眼中的讥讽和嘲笑简直都快要满意出来了 谁都能听出他的这番话是反话 可薛安却十分认真的点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等着我成为你们的主人吧 说吧 薛安迈步便往这练兵场深处走去 谁都没想到薛安居然会真的当真 就连月清欢亦是一脸蒙逼 直到薛安都已经走出老远了 他才忽然清醒过来 然后便冲了过去 压低声音说道 薛安 你疯啦 你可知道那月关南实力有多高吗 不知道 他执掌岳家精兵数百载 号称不是兵神 其实力甚至比我哥哥都不遑多让 你想将他降服 你觉得这可能吗 薛安停住脚步 转头看向月清欢 月清欢松了口气 想要让这些精兵归心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不能着急 我们最好从长计议 话音未落 薛安却笑了 可不可能总得试试才能知道 而且你觉得现在我们还有时间从长计议吗 说吧 薛安转过身来 迈开大步往远处走去 这时压制在这些精兵身上的威压全部消失 他们同样一脸蒙逼地站起身来 看着薛安那逐渐远去的背影 哪怕是最为桀骜不寻的这位小队长 此刻都不得不承认薛安的胆量确实足够大 不管怎样 敢去面对总兵长 这就足够有胆识的了 而这些兵族最敬佩的就是有胆有恃之人 这也让他们脸上的神情稍稍松动了些 可也仅此而已了 想要紧凭这一件事便打动他们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至于薛安刚刚所言要将总兵长降服这件事 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吧 毕竟哪怕是一项对薛安最有信心的月清欢 此刻都对薛安的此行不报丝毫希望 若是那位总兵长能被薛安轻易降服的话 那他也就算不上是不是兵神了 而也就是在薛安往练兵场深处大步走去的时候 在那岳家本部的后院花厅之中 一切依然如故 依然是满院的花香 依然是罪人的暖阳 所不同的是 一直摆放在岳石方面前的棋盘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碗散发着浓郁药味的黑色药汤 说是药汤 其实已经浓得好似膏状了 而那股药味更是一言难尽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 并且屏住了呼吸 但那股气味依然扑面而来 并透过皮肤往里钻 这令岳石方想起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 喉尖更是隐隐作苦 似乎随时都要吐出来一样 岳石方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左右 然后伸手便要将这碗药汤倒掉 可就在这时 二姑娘端着一个小碗走进了花厅之中 一听到脚步声 岳石方的手便好色烫到了一样迅速缩了回去 然后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冲二姑娘一笑 你去干什么了 怎么这么久 给你熬了一碗糖水 一会喝药的时候用 说着 二姑娘将小碗也放在了桌上 掀开盖子之后 里面是一种无法形容颜色的液体 真要具体描述的话 就跟将彩虹打碎 然后搅拌起来 又加入了过量的青绿色 最终各种颜色各自为正 互不相容的古怪颜色一样 哪怕只是看上一眼 越是方便感觉头顶直冒凉气 她十分不自然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体 心咳一声 小心翼翼地问道 咳咳 这 这就是你所说的糖水吗 嗯 二姑娘此刻也罕见得有些不好意思 低声解释道 我找了许多种珍贵药材 然后用上等冰晶糖熬煮 明明整个过程我都一直在一旁守着来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但你放心 我来之前特意尝过了 味道很不错的 虽然如此 可看着那杯飘着青色烟雾的糖水 岳石方还是对二姑娘的话深表怀疑 可她却不敢表现出丝毫意样来 因为此刻这位二姑娘正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 眼神终满是期待 第2274章痛苦如糖甜到哀伤 岳石方努力整理着心中的思绪 同时脑袋飞速运转 试图找出一个完美的借口来 至少不能让这二姑娘以为自己是因为害怕这两碗药水才不敢喝的 嗯 一定不是 我只是今天不想喝罢了 岳石方心中不停地催眠自己 为自己打气 然后习惯性地轻咳两声 咳咳 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 根本不必喝这些的 尽管已经鼓足了勇气 但不知怎的 在二姑娘的注视下 她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小 到最后已经变得不可变闻了 二姑娘凭促其好看的双眉 什么事都没有 嗯嗯 确实什么事都没有 我现在甚至能再打十个龙家家主 岳石方急忙解释道 呵呵 你觉得我会相信这些麻 人在花厅 纯以神念跟圣人及的龙家家主个空对质 这本就是极其损耗原神的行为 所以我想你现在即便没事 但兵节转生的时间是不是提前了 二姑娘冷恒道 岳石方虽然很想说不是这样 但她最终还是沉默了 因为二姑娘说的本就是事实 当时为了解开薛安所面临的危局 同时也是为了保住岳家最后的一点尊严 岳石方不顾自己越发沉重的伤势 悍然出手 最终经走了龙玉树 这些事说起来容易 实则令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虽然没有具体估算过 但至少让她兵节转生的时间提前了十天 她本以为这一切只有自己才知道 却没想到欣喜如发的二姑娘已经猜到了 看着沉默的岳石方 二姑娘柔声解释道 这碗药汤乃是我在很早以前从古籍上找到的药方 是以数百味极为珍贵的天才地宝通过各种精药绝伦的手段萃取精华 然后加以灵泉之水而煮而成 最补原神 这一碗下去 你最少可以多活一个月 岳石方根本就不相信二姑娘的话 不是说不相信她曾找到了药方 而是不相信她可以以精妙绝伦的手段萃取药材精华 毕竟那对于一个重度手残尖黑暗料理制造者而言 简直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操作 所以她在听完二姑娘的话后只能轻声嘟囔道 我现在突然觉得兵节转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嗯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没什么 我是说真是难为你了 做这碗药汤一定很辛苦吧 岳石方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强自镇定道 二姑娘脸颊为红 不辛苦 只要能为你做事 我就从来不会感到辛苦 只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肚腹有些不舒服 这样珍贵的药汤 要是喝下去不能好好消化的话岂不是浪费了 所以我明天再喝好麻 岳石方小心翼翼地说道 二姑娘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行 因为这药汤的饮用时间也是有严格规定的 一定要在药汤成型后的三个时辰之内饮下 否则效果便将大打折扣 说到这 二姑娘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 坏了 刚才光顾着熬煮糖水了 忘记时间了 现在应该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时辰 快 快喝下这药 否则就要折损效果了 说着 二姑娘端起桌上的药碗便冲到了岳石方身前 虽然岳石方很想说些姑娘请自重 大郎我现在还不想喝药的这些话 但是到如今已经由不得她了 此刻的二姑娘就好似一头下山的猛虎 而她则是带宰的羔羊 只能任由其宰割 当她被二姑娘捏开嘴巴 然后往里灌进药汤的那一刹那 岳石方忽然有一种想要流泪的冲动 因为 实在是他妈的太苦了 这药汤就好似将全世界最苦的味道都集中到了一起一样 先是舌尖瞬间被击溃 紧接着是整个口腔 因为超强的实力 所以岳石方的感知能力是极为敏锐的 可到了这时 这种敏锐的感知力却成为了更大的折磨 岳石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味觉细胞都在这一瞬间被活活折磨死了 但这还没完 当药汤划过咽喉 往食道里流去的时候 锁过之处 肌肉瞬间痙磷成一团 试图阻止这药汤的滑落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药汤好似浩浩荡荡的大军 欢呼着往前冲去 终于 要汤落进了胃中 岳石方甚至感觉胃里就如同被一枚炸弹轰击了一样 刹那间 胃痛苦的蜷缩在一起 但幸好 这一切终于算是结束了 岳石方心中暗暗想到 尽管自己已经被苦的热泪直躺 但好歹都过去了 但就在这时 二姑娘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呀 你怎么哭了 是被苦的麻 来 快喝了这碗甜汤 岳石方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 一股不祥的预感让她想要抗拒 姑娘使不得 呜 可二姑娘的手何等之快 还没等她挣扎 桌上的这一碗糖水便也被灌了进去 跟刚刚的苦到极致正好相反 这次是甜 而且是厚到极致的那种甜 刹那间 刚刚所经历的折磨又重新来了一遍 当二姑娘终于松开手的时候 岳石方一脸被人玩坏了的表情 眼泪汪汪的望着花厅的顶棚 脑海之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是谁 这是哪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二姑娘似乎也察觉到了岳石方的异样 怎么了 难道不好喝吗 说着 她红着脸伸出手来抹了岳石方的嘴角一下 然后轻轻舔了舔手指 一秒钟之后 话听之中爆发出了一阵犹如屋叶般的哭声 嗚嗚嗚嗚嗚好苦又好甜啊嗚嗚嗚嗚嗚 一个时辰之后 被折磨得有气无力的岳石方终于回过神来 而后便看到了站在一旁 满脸歉意地低着头 就好似做错了事情等待家长批评的孩子一样的二姑娘 对不起 我是个笨蛋 明明挺好的药汤和糖水都被我给搞砸了 而且还让你全部喝了下去 对不起 二姑娘见岳石方回过神来 不禁带着哭腔说道 看着一贯强势的二姑娘变成了这副模样 岳石方的心不禁意软 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你不用那么难过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喝的 第2275章孤独的战神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难道我还能骗你吗 岳石方满脸认真的说道 二姑娘静静地看着岳石方 发现她果然一脸至成 这才逐渐展露笑颜 原来我没有那么笨啊 刚才我甚至都已经决定放弃了 但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再是是好了 岳石方脸上的表情瞬间变成了这样 二姑娘却越说越兴奋 你放心 有了这次的经验 我以后一定会越做越好 越你越喝越是想喝 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 怎么样 是不是很开心 啊 嗯 很开心 岳石方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心中却只想狠狠善自己两巴掌 让你嘴贱让你嘴贱 本来简单安慰下就行了 结果你这么入戏 现在好了 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一想到自己以后要整日与那几苦的药汤和喉甜的糖水为伴 岳石方就感觉身无可恋 恨不得现在变兵节转世才好 当然 这些都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表面上可是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 这位二姑娘虽然调羹做汤的时候有些手残 但真要动起手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片刻之后二姑娘站在岳石方身后轻轻揉捏着她的太阳穴突然说道 其实我到现在还无法理解你为何要让那个少年做掌兵时 岳石方闭目倾笑 怎么这个决定难道不好吗不是不好而是无法理解因为以他的实力即便手握掌兵应服也不可能是岳关南的对手而如果不能将这位岳家兵神制服所谓的执掌兵权注定将是一场净花水月般的空谈在说到岳家兵神这四个字的时候二姑娘特意加重了语气隐隐有一丝不满之意 岳石方睁开眼扭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轻笑道怎么还是放不下对他的意见麻 二姑娘嘴唇为敏并没有吭声岳石方轻叹一声你说的我都了解但你真的以为这个少年降服不了岳关南 二姑娘一脸你是不是在逗我的表情忍不住说道那可是跟你不遑多让的存在那个少年就算在天赋一柄也不过是个先尊罢了怎么可能降服得了岳关南 岳石方笑了笑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家伙啊他其实远比你想象的环要强大 二姑娘还是不敢相信再强大又能怎样难道他还能跨越最少一个大境界的修为击败那位岳关南吗 其实我还有些无法理解那岳关南一直镇守在练兵场之中对你也是听调不听轩 俨然是岳家第二号的家主你为何一直容忍他到现在 二姑娘审声道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所担忧的 毕竟岳家精兵几乎尽数归纳岳关南掌管 只要他稍有一心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而看这些年来的种种表现这岳关南的一心已经算是昭然若揭了 比如对于家主的一些命令 他如果愿意听就会执行 如果不愿意就全当没听到 最近几年更是夸张到已经很久没有来岳家本部觐见过岳石方了 听闻说即便是在练兵场中的精兵都很少有人见到这位岳关南 他仿佛躲藏起来身居减出了 这也导致了岳家精兵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所以状态才会不停下滑 并最终导致了这次岳武在即 是安全临为上阵的场景 毕竟就以岳家精兵现在的状态 上了岳武场也是必输无疑的 这一切种种都令二姑娘忧心如焚 可岳石方对此却一直是放任自留的状态 从未对其有过任何惩戒 因此岳家之中才会人心浮动 甚至连岳宏远这种角色都敢寄予家主之位 今天二姑娘终于忍不住了 这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岳石方呵呵一笑 你不懂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谁最不会背叛我 那一定就是他了 这句话令二姑娘直接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因为岳石方言语中的信任是那么浓烈 甚至于令他的心中都隐隐有些不舒服 其实你我都应该感谢他的 因为他乃是岳家的定海神针 就是因为有他的存在 所以我这几次兵截转时 岳家才从没有出过大乱子 至于他听条不听轩 岳石方的眼中显出一抹忧色 那都是有原因的 二姑娘欲言又止 最终闭上嘴巴再不吭声 只是他的心中却突然生起一个疑惑 这个岳关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为何令家主对他如此信任 其实不光是二姑娘对此感到疑惑 其他人也是一样 因为在岳家之中 这岳关男是个极为独特 极为神秘的存在 独立于练兵场之中 掌管岳家精兵 赢得了无数场战斗 最终赢得了岳家战神这个称号 可就在这无限的荣光之下 人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因为只要他出现 脸上都会戴着一副 已经经打造而成的面具 这面具犹如鬼神 极为猙獰 平添了无数威势 可许多人都在好奇 在这张面具之下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一副容颜呢 可最近这些年 除了极为重大的事情 否则这岳关男是绝对不会露面的 身居检出的他 在众人的眼中变得更加神秘起来 至于这些精兵 更是将其视为神灵一般 乃至于在练兵场深处 他所居住的寓所周围 都被划为了一方绝对的境地 尽管没有明显的界限 但无数人还是近这里而远之 可在此刻 一道身影却出现在了这方境地之外 屈安仰起头来看着这座空荡荡的大山 怎么形容呢 这座大山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 却显得很寂寞 因为它没有花鸟鱼虫 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 有的只是空洞无物的绿色 在脚下绵延千里 周遭静得甚至可以听到 血液在体内血管中流过的声音 屈安常常吐出一口气 能住在这里的人想必很孤独吧 说着屈安迈步往前走去 可他刚刚跨出一步 周遭的景色疏忽而变 从那苍凉大山变为了无垠的沙漠 天上一轮骄阳正式 脚下是滚烫的杀力 而血涵迈出去的脚甚至都还没有落下 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血涵却仿佛早有预料一样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而是自顾自地落下脚掌 第2276章线路漫漫 你我都会痛苦 刹时间沙漠幻境破碎 一切又重新变回了那座大山的景象 可这时候的血涵却已经不在山脚 而是到了山巅之上 山风呼啸而过 带着凛冽寒意 血涵的眼眸微微眯起 因为就在他的远方 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背对着薛安 似乎正在俯瞰着山下的景色 山风吹动着衣媚 让他整个人飘然若鲜 似乎随时都会成风归去一样 可薛安却注意到了 在那宽大衣媚下的瘦弱身躯 以及那将要满溢出来的孤独感 薛安没有吭声 静止迈步走上前来 站到了这个人的一旁 当从侧面看去 第一眼便可看到 这人脸上那副沉重的晶晶面具 正是月官男 可薛安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静静站在一旁 陪着这位月官男 看起了山下的景色 其实哪有什么景色啊 除了绵延不绝的绿色之外 就是那一块快被大风 雕琢成个式样子的石头了 当山风从这些巨石之间穿过的时候 往往会带来尖锐的响声 这声音如同高空音力一般 无比的单调寂寞 一刻钟 两刻钟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一直到整整一天之后 宁力不动好似山石的月官男 才忽然站斗了一下 然后审声道 好看嘛 跟月官男一样 整整一天都没有吭声 也没有丝毫动作的薛安文言摇了摇头 不好看 那你为什么陪我看这么久 说着 月官男缓缓转过头来 凝望着薛安 在这张一半哭一半笑 酷似神鬼的晶晶面具之上 是一双清冷的双眸 这眸子说不上有多漂亮 甚至在面具的衬托之下显得有些诡异猙獰 可当他注视你的时候 却会让你瞬间安静下来 因为就在这双眸子之中 充斥着无限的孤欲跟寂寞 那是一种浓烈到心智稍差之人 仅仅看上一眼便会直接崩溃的寂寞 就好似这个人从天地初开的时候就一直站在这里 并一直站到了现在一样 薛安脸上的神情却顺也不顺 心声道 因为我想体会下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 什么感受 在这一天之中 你的心似乎从未动过 却又似乎一直在回忆着什么 我不知道你曾经历过甚麻 但那种滋味想必很不好受吧 薛安轻叹道 他的声音不大 乃至于刚一出口便飘散到了风中 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令月关南浑身一阵 眼眸中更是闪过了一抹迷茫和畅往之色 就好似想起了什么一样 是啊 很不好受 就仿佛眼睁睁看着回忆里的某些事情 在你的脑海中不停不停地发生 你却根本无法打断它一样 月关南轻声泥南道 声音平静 不带丝毫的战斗 可就是这种极致的平静 却给人一种窒息的悲伤 薛安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 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做的就是倾听 我憎恨时间 无比无比憎恨那种 因为他是天底下最无情最残忍的东西 他推着我们不停向前 哪怕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丢了再重要的东西 都无法令他有丝毫的回头 你跪下祈求他 希望能回到某个时候 可他只会用冰冷的目光嘲笑着你的怯懦和无奈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看着你对过往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而又疯狂咆哮 痛不欲生的样子 即便是在叙述这些大段的悲伤之时 越关南的语气依然是一种极致的平静 就在这种娓娓道来的语气之下 他用漂亮的比喻和押韵 去说着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的憎恨 薛安依然没有说话 甚至连一丝同情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曾经想忘掉那令我发狂的一切 可我做不到 每一次的努力和尝试都只会令那伤口更深而已 我就像是一只掉进了满是荆棘倒刺陷阱中的野兽一样 任何的挣扎都只会带来更深的伤害 于是我就只能静静地躺在那 任由时光从我身上无情碾过 那感觉真是糟透了 你明白吗 在近乎歇斯底里地说完这一大段话后 越关南看着薛安 眸光依然清朗 可呼啸的山峰却渐渐停了下来 给人一种极度压抑的死急 薛安没有正面回答越关南的话 他只是默默上前 然后看着远处的景色 淡淡道 小时候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一件事 为什么我要这么孤独 为什么别人都有漂亮的新衣服 喜欢他的家人 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越关南的眸光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薛安接着说道 那时候我很胆小 很怯弱 甚至会下意识地躲避任何人 包括一些看上去似乎是在对我表达善意的笑脸 我都会躲开 因为我觉得我不配 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我不配 越关南的双眸逐渐点亮 静静地听着 跟越关南那种极致平静的语气不同 薛安的语气极为淡然 就仿佛在叙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一样 因为从小到大 我所见过的所有美好都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只能躲在角落里羡慕着 嫉妒着 难过着 薛安转过头来看向越关南 轻笑道 是不是很卑微的感觉 越关南点了点头 可我当时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我甚至会傻傻地跟在同学身后回家 只为听到他们回家时 父母对他们的称呼 然后在心里默默地音上一声 那已经是我在漫漫长夜中 所能得到的唯一一点慰藉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一生可能都将笼罩在童年的阴影之下 然后孤独地死去 直到后面 我遇到了一个人 发生了一些事 然后我才明白 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孤独的 你憎恨时间 厌恶过去 但你终归要跟他握手言和 因为如果你想放自己一条生路的话 就必须原谅从前的自己 就像谅解了一名野心勃勃的孩子 释怀了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一样 迁路漫漫 凡人会痛苦 而你我 其实也是一样 对麻 却安转过头来静静地凝望着越关南 然后说出了一句足以震惊整个越家的话 越关南 《月姑娘》第2277章放下心结 越关南深深凝望了薛安一眼 原来你早就知道 也不是很早 不过从你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隐约猜到了 越关南转头看向山外的景色 淡淡道 你说这些难道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薛安笑了笑 却没有说话 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 世人皆知我乃是横压一世的越家战神 却从未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现如今被你看破 你难道一点都不害怕 越关南问道 薛安摇了摇头 我如果怕的话就不会踏入这片境地了 说着 薛安看向越关南 而且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你如此悲伤 乃至于将自己囚禁起来 你真的想知道 嗯 越关南沉默了 两久之后方才长出一口气 其实 我是越十方的妹妹 此言一出 薛安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也现出了恶然之色 是不是很惊讶 认为这绝不可能 毕竟天下谁不知道越十方的轻包妹 乃是越清欢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越关南的谋中 现出一抹自嘲的笑意 可薛安却从中感到了一股彻股的悲凉 惊讶倒是不至于 但如果你想说的话 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越关南扬起头来 晶晶打造而成的面具 闪耀着冰冷的光泽 映衬着他的眼眸 好似一汪死水般平静 在两千年前 他在一次冰结转生的时候 因为失误 导致转生所用的天才地堡损毁 临时寻找已然来不及 无奈之下便只好借我母亲之父进行了一次转生 恰好当时我母亲已经身怀有孕 也就是我 于是我们便在一个肚子里带了醋月光阴 等出生之后 因为人生所限 他也只能重新经历一次漫长的成长 而我便成为了他名正言顺的妹妹 那是多么快乐的一段时光啊 越关南轻声呢喃着 眼中也现出了柔柔的光泽 却安静静地听着 从小我就特别地依恋他 而他虽然经历了数千载光阴 却还是能跟当时无比幼稚的我玩到一块 并对我照顾有加 如果就这样下去 我们会成为所有人都羡慕的兄妹 可我做不到 越关南低下头 真的做不到 你明白吗 却安轻叹一声 做不到只当兄妹吗 此言一出 越关南浑身一震 豁然转头看向薛安 眼中显出了凛冽寒意 不用这么看我 因为这是很容易便可猜出来的事情 越关南的眸中逐渐显出了隐隐泪光 然后重新垂下头来 以颤抖的声音说道 没错 我确实做不到 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喜欢的人 与此同时 在那岳家本部的花厅之中 二姑娘已经离开了 只剩下岳石方一个人坐在花厅之中 可能是二姑娘刚刚的话触动了她 在沉默半赏之后 轮椅上的岳石方从怀中掏出了一块小小的玉佩 这玉佩玉直斑驳 并且雕工粗糙 并非什么上等佳作 可岳石方还是十分珍重地摩索着这块玉佩 眼中现出了一抹萧索和感叹之色 观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无法放下麻 希望这个少年能带你走出心结吧 随着话音 一阵暖风袭过 撩动了岳石方眼前的头发 恍惚间岳石方仿佛又看到了当初那个一袭白衣长裙 并永远跟在自己身后的少女 而在这练兵场上 在说完这些之后 月官南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眼中满是难过之色 我是不是个很贱的女人 因为我居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哥哥 薛安默然片刻 然后郑重其事地摇了摇头 不是 相反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显然薛安的回答大大出乎了月官南的预料 令他颇为恶然地看着薛安 薛安接着说道 身为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光阴的家伙 他身上所沉淀下的魅力是一般人难以阻挡的 更何况当时还涉事未深的你 所以你喜欢上他也是正常的 其次 你和他虽然一奶同胞 但他是后面兵解而入 跟你并无任何血缘关系 这样一来 这种感情也并非禁忌 所以你何罪之友 当薛安说完之后 月官南的眼神都已经吃了 因为这么多年来 还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这些 实际上连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都已经全部死光了 他只能孤独地站在这 俯看着山间 日复一日 直到薛安的这番话 就好似给他推开了一扇大门一样 令他那已经被彻底禁锢的心都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清凉 是啊 我们虽然是一母同胞 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真傻 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月官南似哭似笑的咧喃着 然后便抬起头来十分认真的对薛安说道 谢谢 不用谢 其实你之前只是被困在局中 所以才没有看到这些罢了 薛安淡淡道 实际上对于这个孤独的少女 薛安也是十分同情的 这么多年来 这些秘密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底 却无人可以诉说 其结果就导致他越来越暴躁 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即便有人想要接近他 也会被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他当成图谋不轨之人当场格杀 能在这种孤独之中坚持一千多年而不发疯 这本身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所以薛安对于这个少女只有同情 甚至根本不曾将其视为战神 越关南的眼神逐渐变得灵动起来 然后整个大山都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先是山间开出了无数灿烂的花朵 而后重以蝴蝶纷纷涌现 令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你来这里 应该是想降服外面的那些精兵吧 越关南突然问道 薛安点了点头 嗯 那好 你将这张面具带出去 这些精兵自然会对你俯首贴耳 再不敢有丝毫的造势 说着 越关南顺手将脸上的金金面具摘下 露出了一张轻力脱俗的脸庞 只不过因为久不见阳光的缘故 这张脸显得分外苍白 薛安一愣 旋即问道 你不准备去见他 第2278章愿赌服输 越关南笑了 然后摇了摇头 我的心结已经解开 又何必再去见他呢 可你不是 一千多年的坚守 我已经对得起他当年对我的守护了 至于感情 还是让他随风而去吧 因为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 说到这 越关南转头看向外面的天空 淡淡道 正好现在你已经被他委任为长兵时 我也是时候离开这里 到外面走一走了 薛安本想劝解什么 可嘴巴动了动 最终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悠悠的叹息一声 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正在这时 但见这越关南绽放出璀璨笑颜 冲着薛安说道 不过临走前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难道就没想过越清欢的身份吗 薛安一争 说实话他确实想过 因为如果按照越时方所说 他冰结转生的时候一般都是投身于天才地宝之中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越清欢又是怎么回事呢 似乎是看出了薛安的疑惑 月关南呵呵一笑 脸上显出了一抹狡黠之色 你就没想过 他那紫色的双眸 以及对于人心善恶的敏锐觉察都让他变得有点不像 人足麻 此言一出 薛安心中一阵 扑口而出 你的意思是他不是人足 也不能这么说 当年月时方兵结转生之时用的乃是从不可知的极远之处的来的一块巨石 这巨石通体经营 并散发着极为强大的灵气 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生成的灵石 正好适合月时方兵结转生用 可万万没想到当月时方兵结转生成功之后 诞生的却不只是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粉雕玉琢般的女婴 至于这女婴是灵石之中自然孕育而成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但这女婴确实可如假包患的人足 除了那双紫色的双眸和对人心的恐怖洞察例外 薛安陷入了沉思之中 从极远的不可知之处得来的灵石 兵结而成却多出来的女婴 这些事情怎么透露这一丝诡异呢 正当薛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这月观南呵呵一笑 我对你说这些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解开你心中的疑惑而已 毕竟清欢是个好姑娘 可不要负她哦 说吧 也不等薛安解释 这月观南便转过身来 一脚踩落 轰 脚下的山峰被声声踩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而月观南则借着这股力量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金光 于眨眼间消失不见 薛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哭笑一声 然后便拿着那件金金面具转身离开了 就在这时 在那禁地之外的练兵场之中 月清欢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因为薛安这一去已经一天多没有阴性了 这怎能不令他焦急万分 虽然月观南应该不至于那么残暴 对薛安下毒手 可月清欢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 一双眼眸更是都快要望穿了 相比其他的焦躁不安 这群月家金兵可就淡然多了 此刻 所有的金兵小队都齐聚于此 然后看着那禁地窃窃私语着 呵呵 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区区先尊修为便敢去找战神大人 还想将其降服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说话的也是一位小队长 实际上整个月家金兵族有数十只小队之多 最开始薛安遇到的只是其中之一 要我说这小子估计已经完蛋了 关南大人可不是那么好脾气的 要是惹目了他 他可不管你是谁 又有一位小队长说道 众人深以为然 同时还有人嘲笑道 我也实在是搞不懂 你好歹也是关南大人手下的精锐 怎么会被区区一个先尊给打脸了呢 最开始遇到的那位小队长文言脸一红 善善地低下头 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行了 他手握掌兵硬 如果真要发难 咱们谁也无法抵抗 有人替他解围道 已经进去一天多了 估计人都已经凉透了 咱们快没必要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还是各自散去吧 我回去还有事呢 有人提议道 众人纷纷点头 正要各自散去 可就在这时 整个练兵场乃至整颗星球都开始狂震起来 怎么回事 众人勃然色变 也就是在这时 但见在那境地深处 有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直接穿破苍穹 消失不见 那气息 是关南大人 有人失声惊呼道 怎么回事 关南大人怎么突然离开了 是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当全场一片哗然之时 忽然有眼尖之人抬手一指静地深处 产生言道 你们快看 他出来了 众人纷纷抬头望去 果然 但见薛安如闲庭信不搬从静地深处款款而来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月清欢却是大喜 立即赢了上去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 嗯 这是 当冲到进前后 月清欢一眼就看到了薛安手中拎着的那件金金面具 不禁愣在了原地 薛安淡淡一笑 信不入命 说着 薛安信不来自这群单若木鸡的精兵面前 将手中的面具丢落在尘埃之中 淡淡道 你们 可是的此物 废话 能出现在这的有哪个不认的这件面具 可关键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薛安的手中呢 莫非 他真的降服了关南大人 这个想法令这群精兵全都面色苍白 而薛安的目光则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最终停留在最开始那名小辈长身上 似笑非笑道 你让我做的我已经做到了 月关南已经认输离开 所以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主人了 这席话真好似石破天津一般 震得这群精兵们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不 这不可能 关南大人怎么可能输给你 对 这绝不可能 人群一阵的鼓噪 可话音未落 薛安便唯唯冷恒一声 怎么 想赖账麻 此言一出 狂暴的威势瞬间笼罩全场 将所有人都振跪于地 第2279张生杀在我 荣入也在我 在这无比磅薄的威势之下 即便是在如何强大的精兵 都得乖乖俯首 有那桀骜不寻的想要强行对抗着威势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都失败了 而这也令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要知道就算是薛安手握着掌兵符印 也不可能有如此强大 乃至令所有人连头都无法抬起的威势啊 可他们并不知道 在越关南将金金面具递给他的那一刹那 本来存在着一丝缺憾的掌兵之威被彻底补足 再无半点缺憾 所以此刻薛安所拥有的乃是圆满无碍的掌兵之威 自然极为强大 这时薛安缓缓言道 自此之后 我便为尔等之主 生杀在我 荣辱也在我 你们 可福气 伴随着这一生质问 薛安傲然而立 冰冷的目光从这些精兵的身上扫过 而他身上的掌兵之威更是凝重到了近乎实质的地步 在这双重威压之下 这些精兵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有人终于彻底贵府余地 我 愿意 在有人带头之后 在场的这些精兵终于开始大规模认输 毕竟 他们本来就该听从手握掌兵大印的薛安的话 之前只不过是因为不服气以及自认为有越关南在背后撑腰罢了 而现在越关南离开 并将面具给了这个百一少年 这相当于承认了他的地位和威严 在这种情况下 向薛安低头认输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不过总有一些刺头想不通 比如之前对薛安百般嘲讽的那位小队长 此刻就强撑着不让自己贵府在地 他想得很清楚 虽然说现如荆重兵族归心的大势不可逆转 但自己身为小队长 这薛安不管想干什么都需要仰仗着自己 否则他注定一事无成 在这种想法之下 他近乎有恃无恐 虽然被押跪在地 却依然不肯屈服 因为他想等着薛安亲自将他扶起来 这样一来 自己的面子有了 薛安也可以执掌这只精兵 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台阶 实际上跟他抱着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 这些人全都强撑着不肯屈服 因为他们要等着薛安主动向他们示好 其实这种事在兵家之中很是常见 身为主帅要想掌管一支精兵 那肯定是需要依仗下层军官的 总不可能主帅亲自下令给最底层的兵族吧 在这种情况下 兵家的主帅和下层军官往往会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比如现在 但凡有点兵家常识的人一定会主动上前将这些小队长搀扶起来 并大家抚恤和鼓励 其目的就是告诉对方自己的诚意 这样两方才好继续往下合作 可这一次 这些小队长得如意算盘却全都落空了 因为他们此刻所面对的乃是全无半点兵家背景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薛安 只见他看着这些物资不肯表示屈服的众多小队长 嘴角逐渐扬起 浮现出一抹冰冷且玩味的笑意 怎么 这是不打算屈服了吗 还是说依然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呢 薛安淡淡道 这番话一出 这些小队长浑身一颤 心中莫名升起了一丝疑惑 这家伙 是真的不懂还是在装傻呢 但不管怎样 现如今形势已经变成了这样 已经不可能再隐瞒了 因此其中有那胆子比较大的小队长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掌兵使大人 我们对您不敢再有丝毫的试探之意 哦 那你们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薛安冷冷道 可可 我们只是想知道您在掌管精兵之后 是否还是由我们来当这小队长呢 是啊 毕竟我们已经做了许久 下面的兄弟们也都福音我们 要是不靠我们的话 后面的话虽然没说出来 但意思已经昭然若揭 如果你敢不选我们 那我们就给你撂挑子 这已经是在暗暗威胁薛安了 如果换做其他人 此时可能已经就范了 毕竟这些人说的也没错 可薛安却偏偏不吃这一套 只见他冷笑一声 怎么 拿着的来威胁我 那好 你们不是想要个交代吗 我现在就给你们 说着 薛安随手一只跪在一名小队长身旁的精兵 你叫什么 这名精兵浑身一颤 然后叩首于地道 回掌兵使大人 小人名叫岳阳平 不 你也姓岳 我等精兵基本上都是岳家之人 即便有外人也会被次姓为岳 这岳阳平解释道 薛安恍然 如果说在战场之上 什么样的关系纽带是最坚不可摧的话 那就是来自血缘上的羁绊了 而岳家此举显然是为了让这些精兵团结起来 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 薛安点了点头 突然说道 那岳阳平 你可愿取代你旁边这人做小队长麻 这句话令岳阳平当即便愣在了原地 不光是他 这位本来暗暗盘算薛安慧是反应的小队长更是傻眼了 怎么回事 这是要公然让别人取代自己的位置 笑话 自己多年经营 他怎么可能做到 这岳阳平估计都不敢答应他 这小队长心中暗暗想到 可就在这时 从岳阳平嘴里说出的一句话将他彻底击溃了 只见岳阳平低下头 陈生言道 小人愿意 啊 这小队长喉咙深处传来咯咯声响 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岳阳平居然真的感应下来 这时岳阳平转头看了他一眼 审声道 队长大人 请不要怪我 毕竟你公然违抗长兵使大人的命令 这本身就已经是大罪 再加上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年 队长之位也该换换人了 这小队长的脸色瞬间由白变红 又由红变紫 最终变得好像一块黑炭一样 难看至极 缺安健壮却不经轻笑一声 这个岳阳平倒是个聪明人 这几句话便说得十分得体 因此他淡淡道 既然如此 那岳阳平 你可有信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掌管好自己的手下吗 岳阳平郑重叩首 若是做不到 大人竟可取走小人的头颅 好 那从现在开始你便是小队长了 第2280章练兵开始 手握完全板掌兵大印的薛安 说话有着无上的威严 一声令下 岳阳平和他身旁的这名小队长身上的气势便迅速完成了转换 岳阳平身上的甲轴变得分外鲜明 而这名曾经的小队长 整个人的气势则变得萎靡不振 身上的衣甲更是变得暗淡无光 这一幕硬在所有人眼里 令那些心中怀着小九九 试图让薛安低头的小队长们的眼皮疯狂地跳动起来 毕竟他们也没想到薛安出手会如此的干脆裹绝 短短几句话便剥夺了一名小队长的所有职权 赐给了别人 这一手可谓正中这些人的软了 毕竟他们所依仗的无非就是手中这点小小的权力 现在薛安却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他们 他们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这下 这些本来还想着得点好处的小队长们全都痛悔起来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罢了 但见薛安看向这些精兵 语气淡漠道 你们知道吗 虽然你们被岳家奉为精锐 可在我眼中 你们却是垃圾中的垃圾 这番话是如此的不客气 令这些向来眼高于顶的精兵们脸上全都现出了怒涩 因为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身上这个精锐的标签了 现在却被薛安无情地撕下来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狂怒 是不是觉得很愤怒 认为我口出狂言 薛安冷笑一声 接着往下说道 是 你们每个人的实力都不弱 也在这练兵场上我练过多年的兵阵伏击等等技法 可那有用吗 那只不过是让你们从垃圾中的垃圾变成比较强大的垃圾罢了 扑持一下 月清欢被薛安的这个比喻斗得笑出了声 但旋即他便感觉到不对 赶紧收敛笑容 一脸严肃地听着 我知道你们全都不服气 并且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差 可你们知道 在我眼中真正的精锐是什么样吗 薛安顿了顿 环视全场 见到所有人都在侧耳倾听 这才缓缓道 真正的精锐 兵中之王 必须能做到其极如风 其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赤问这几样 你们哪个做到了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薛安的声音在空旷的练兵场上空回荡 月清欢看着那一身白衣 傲然立于众人之前的薛安 一双淡紫色的眼眸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其极如风 其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他嘴里轻声呢喃着这几句话 不知不觉 尖竟已有些吃了 而在场的这些精兵 则更是面线沉思之色 然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没错 他们的实力确实不错 可是薛安说的这几样 他们哪个都做不到 薛安冷笑一声 是不是没话说了 众人无言 其实我很清楚你们的想法 你们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了 只要练好兵阵纪级之法就足够了 那些纪律和服从都是留给凡人兵族的 但我想说的是 兵就是兵 既然是兵 那就要无条件地遵从命令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们这些小队长的职位都将不是固定的 所有人只要他有能力且愿意的话 都可以将你们取而代之 可明白了吗 这些精兵互相对视一眼 最终稀稀拉拉地喊道 明白 我听不到 薛安猛的大吼一声 声音之大 震的这些兵族的耳膜都在嗡嗡作响 然后他们才终于明白过来 其声大吼道 明白 很好 既然明白 那从现在开始 你们每个人都先给我绕着整个练兵场跑十圈 这练兵场足足占据了半个星球那么多 如果绕着这练兵场跑十圈的话 即便是这些实力强横的兵族都至少的用一天时间 关键是这种手段在许多兵族看来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因此都有些犹豫地站在了原地 薛安也不催促 只是冷笑着伸出一根手指 现在是二十圈了 众人 三十圈 不知道是谁率先大吼一声 然后第一个冲了出去 剩下的这些兵族全都击零零打了个冷颤 因为他们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敢继续在那站着不动的话 这个百一少年会一直加下去 想一下 如果让你绕着一个星球跑一百圈 会是什么概念 那可是会出人命的 在这种恐惧之下 这些兵族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开始绕着练兵场飞奔起来 月清欢一脸崇拜地走上前来 薛安 你真的好厉害 要知道这些兵大爷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听话了 薛安微微一笑 兵大爷 到了我手里 就算是兵祖宗也得给我乖乖听话 月清欢有些脸红的侧过头 去不敢看薛安现在的笑容 因为他发现 薛安充满自信的样子简直太帅了 可可 我 他刚想找些话题 薛安突然大吼一声 第七排 那个兵族 如果你再敢偷偷用法宝帮着你跑步的话 我会让你跑到明年这个时候 你信不信 这吼声直接传遍了整个练兵场 那个兵族浑身一颤 兵威所指之下 他腰间的一块玉绝当即破碎开来 紧接着薛安冷冷道 记住 谁都不许动用术法修为以及任何外力 你们只能用你们那蠢笨如猪的身体去跑完这些路途 整个过程我会一直看着 若有违反者 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但那森冷的威胁之意已经令所有人汗毛直竖 刹时间 本来打着小算盘的一些人立即将想要偷懒的念头给驱散了 这个家伙可是一直盯着自己呢 万一要是让他给带住 那可就完蛋了 因此这些人只能乖乖地用双腿去丈量土地 于是在这偌大的练兵场上便出现了一幕奇景 这些往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打去的重兵族 此刻全都乖乖地在地上飞奔着 而薛安泽气定神贤地站在高空之中俯瞰着这一幕 那场景 正好似在放羊一样 而与此同时 在那岳家本部的花厅之中 岳石方则无限萧索地叹了口气 走了也好 这么多年来也真是难为你了